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笑话采集 第一个人 他只写名字 这写名字没有太大意义 对你可能有意义 对老师没有任何意义 你没有写他的身份 医在一个神经病院里面 这个也讲过了 有一天天空忽然下起大雨 所有的神经病都拿起脸盆肥皂 毛巾冲下楼洗澡 只有一个神经病没下去洗 反而在中庭边举着 似乎在感受雨滴边举着手了 然后医生暗自窃洗 便上前问道 你为什么不下去跟他们一起洗呢 神经病说 我在看水热了没有 可见这个精神病院可能是有热水的 有一天老师叫小明画一碗面 结果小明只画了碗 完全没有面 没有画面 完全没有画面 没有画面 没有画面 这个你看 这才大概两个月之内的事情 很多人大家都不记得这件事情 第三 有一个女孩叫做娜娜 她很喜欢做模型 所以别人都叫做模型啦 模型啦 像老师智慧那么高的人 才看得懂这什么东西 好 她说因为这个同学 她这是同学 是同系的同学 而且是这个界的系学会会长 是个讲话很风趣 也很有想法的人 好 这个系的学生大部分都喜欢 神经病系列笑话 这个系 我认为可能这个系的学生 相对一般人来说 不在乎身份标志吧 精神病患对外人可能是一种疯狂的象征 但对这个系学生来说 他们就跟别人一样 跟一般笑话里常出现的小美或小明 没有差别 所以我们听到这系列的笑话 时就不会去排斥 只是以精神病患为主轴 我们也不认为这些笑话是在嘲笑精神病患 就只是个笑话而已 但是有些笑话听的人 你讲的人可能真的是觉得我没有在嘲笑 听的人可能觉得很难过 这样 而完全没有画面就是最近很红的事件 对 再以社会系角度来看 竟然也念出来 你看 所以很难 老师的保密程度很差的 笑话可以融合社会事件 非常有趣而且值得关注 第三个笑话 这个同学想了蛮久才想到 因为跟他的社会身份没有任何关系 关系不是关系摸骨那个关系 不是关系秀基山关系 是关系 打错了 只是那时候只想到这个笑话 并觉得很有趣 摸行那 第二位同学 他还写名字 应该也是他同学了 他说今天练完细兰 学弟突然说 学长你知道吗 细兰是一种植物 因为细兰有球精 好 第二 你好 这是我的身份证给你看看 你好 这是我的剑袍给你看看 你好 这是我的驾照给你看看 你好 这是我的学生证给你看看 真是一场精彩的证件发表会 证件 他的所有证件都给你看 好 我以为是精神病 因为这个系的人不是很喜欢这个系列吗 常有人说 见钟成功一女中的同学 见钟成功一女中的同学 平常比较严肃 因为他们不适合笑 不适合笑 不适合笑 好 这个同学呢是一个梦想用笑话感染大家带给大家快乐的某某系的同学 不是社会系 我先声明一下 其实我个人认为他很适合来修这门课 他创立了一个粉丝业定期发布笑话 他来修这门课可能对他伤害会蛮大的 因为有个同学说老师你开这门课就像解剖青蛙一样 到最后这个青蛙就死掉了 你把他解剖后这个青蛙就死掉了 好像我教笑话社会学幽默社会学 等上完课幽默就死光光了这样 他还是不要来好 这三个笑话都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那不错 张天在粉丝团上受到大家好评 而且他个人很喜欢笑话 你可以请他参加笑话比赛就好了 你选那一组搞不好他就得第一名 跟上述一样以系所来分析的话 这个系的特点就是很快让人家知道他想要传达什么 勾起别人的兴趣 所以他给的笑话都比较简短 也不太思考 主要是走文字同音或同意路线 那你可以送给他那个很怕今生都是正那个 怕今生都是正 那个笑话也不错 也是这种文字的 想通以后会无奈的会心一笑 题材跟生活比较贴近 容易引发共鸣 好 第三个同学 第一个笑话 早上睡醒突然觉得身旁的男友有酒味 后来发现只有一味 喝酒的酒 第一个是有酒味 酒的味道 结果发现只有一味 他要是跟酒味男友一起睡觉 这也太厉害 二 令狐冲的五个兄弟 这有过吗 冲托炮盖送吗 那为什么 大师兄令狐冲 二师兄令狐托 三师兄令狐炮 四师兄令狐盖 小师弟令狐送 皇帝走到后宫 说了一句话 就驾崩了 是什么 答案是 轮番上阵 这阵的好可怜 我一下发现 这阵的笑话 好像最近蛮多的 上次三个笑话 几个特点就简单 低级 没有逻辑 谢谢你 一样就系数来分析的话 这个人是某某系学生 某某系大多是男生 他们学生 他们的学生习惯了 跟一群男人相处 讲话比较直接 喜欢开尺度较大的玩笑 而讲话也比较没有重点 好狠你把这系讲的 所以三个笑话里面 有一个是黄色笑话 这还好 要三个都黄色笑话呢 上次不是有一个人 收集的三个都是黄色笑话 它还不是这个系的 这系还是有旧的 其他两个就都简短 而没有特别逻辑的笑话 那就叫做无厘头笑话 没有什么逻辑 以我的观点来看 是蛮没有内容的 但觉得简单好笑 这大概就两个系学生的不同 好 他自己喜欢的三个笑话 有两个马蜀 不小心黏在一块 它们一直拉来拉去 想要分开 拉呀拉的终于分开了 两个马蜀开心的欢呼 第一个马蜀就说 Give me five 这马蜀应该马上滚到 那花生粉堆里面 大概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Give me five 然后它们又黏在一起了 有一只大嘴鱼 马蜀怎么会有five呢 有一只大嘴鱼 在海里遇到一只小虾米 就问小虾米说 小虾米啊 你喜欢吃什么 嘴巴张大的说 小虾米说 我喜欢吃浮游生物 大嘴鱼说 哦 要把嘴巴张更大 大嘴鱼继续游 遇到一只小鱼 就问小鱼说 小鱼小鱼 你喜欢吃什么 嘴巴张大 嘴巴要张大 你喜欢吃什么 小鱼说 我喜欢吃小虾米啊 大嘴鱼说 哦 嘴巴要张大脸说 哦 嘴巴张大脸是 好像暗示我 大嘴鱼继续 有遇到大鲨鱼 就问大嘴鱼 大鲨鱼说 大鲨鱼大鲨鱼 你喜欢吃什么 正常讲过 嘴巴张 你喜欢吃小虾米啊 我喜欢吃大嘴鱼啊 大嘴鱼说 哦 嘴巴要说小小的说 哦 好吧 哪一种朋友 最值得教 补文灯 老师最近有非文证 所以对补文灯特别敏感 为什么 因为他有直 有量 有多纹 嘴巴 这有好笑的 为什么叫有直呢 直线的直 为什么补文灯有直 有量我知道啊 有多纹我也知道 有直是为什么 好 这同学还不错 为什么他有直啊 为什么他有直啊 这补文灯外面有格子的直的嘛 就这样而已 没有别的意思 好 笑话采集 受访的一 是一个很无厘头的女性 哎呦 很喜欢笑 我猜因此她笑话比较短 也比较单纯 就这样吗 通常有人会笑场 一个笑话根本讲不完 有一只蚯蚓看到一个很白的蚯蚓 他从来没看到这么白又正的 所以想要跟他认识 但是白蚯蚓不给他电话 蚯蚓拜托了很久 白蚯蚓都无动于衷 最后蚯蚓的朋友就过来问 你为什么一直跟米苔木说话 这也讲过了嘛 好像 你知道那个蚯蚓 蚯蚓还小时 蜈蚣你知道吗 所以一群那个昆虫在打牌 就找人去买披萨 然后结果就叫了蜈蚓 就等了好久 说怎么搞 蜈蚓还没有去买 所以你怎么还没去买 他说我还没穿好鞋 所以买披萨不要找蜈蚓 怎么记住 爸爸叫小明去倒是给他喝 结果小明在听音乐没听到 几分钟以后爸爸忍不住 爸爸说你是要逼爸爸 逼爸可死啊 逼爸可死 小明说 逼爸 OK 我是觉得那种BBOX 其实是很无聊的事情 我们小时候就会类似这样的东西 只是没有像你们现在这样而已 没有麦克风啊 那时候没有麦克风可以玩啊 一只鹅穿过山洞 就变成过洞鹅 这也没什么太好笑 这无厘头女 收房子二是一个很无厘头的男性 你根本上就只有无厘头朋友 我看你 个性单纯 跟别人讲笑话对他而言也不一定要让别人笑 就算别人不笑也没关系 对他而言耍冷也是一种幽默 你不是讲我吧 一部电影两百元 两部电影四百元 三部电影多少钱 五十元 为什么 因为三部五十 阿仁伯最近为什么常来我这里吃面啊 当然你煮的面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面了 阿仁伯你少来 阿仁伯从此就没有再 再没有去吃过面 好吧阿仁伯你还是来吧 所以我同学夸张老师老师不没办法跟你说你少来 你还是常来 不然到时候登出一个什么只有两个人的照片 这怎么做到什么时候只有两个人呢 然后一点钟的时候嘛 小明是一位很爱听鬼故事的人 有一天他到某某书店买鬼故事书 小明说老板哪一本书哪一本鬼故事最可怕 老板想一想说我觉得这本还不错 但是你想要买的话千万不要翻到这一月 那一月最可怕 小明说我要买老板说一千元 小明给了老板一千元就跑回家了 马上翻到最后一页 没想到上面写的建议售价十五元 这是鬼故事吗 这门炸财吗 这 告了消极会去告死他 受访者三 是一个头脑机灵的朋友 有 你这样有头脑机灵的朋友 嘿嘿嘿 喜欢玩文字游戏跟双关语 第一个笑话 一个有钱的父亲有三个儿子 老大跟老二都很不孝 于是都被父亲赶出家门 只有老三非常孝顺 所以父亲留下了他 有一天父亲把老三叫到身边问 你知道父亲为什么一直没赶你走吗 老三回答 爹我笑你不敢 这出现过啊 这我记得讲过 第二个笑话 J.Y.金庸 为什么J.Y.金庸呢 飞雪连天涉白鹿 你这个故事讲不全嘛 对不对 J.Y.金庸飞雪连天涉白鹿 孝书神侠已必冤 这是他的小说第一个字 合起来可以写一首诗嘛 对不对 然后J.K.罗林的七本书 也可以写成一首诗 叫做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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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对不对 才都讲过了 你这写的不全啊 小明 小美我跟你说一个感人的故事 小明说好啊 小明说有一天 小孩去早点偷东西 结果就被老板娘赶出来了 感人的故事 感人的故事 好 那就跟我讲的一样嘛 有人问我说老师 怎么样才有人追 我说你就到 跑进便利商店 然后拿的东西就往外跑 保证有人追你 这是感人 那是追一样的意思 但是同学 你知道这是笑话 不能这样做的 我自己的笑话 有一个员外 很喜欢欺负穷人 所以他对他家 附近的乞丐说 嘿如果你能够喝一口 我们家 啊 又是J.K. 我可不可以跳过去 好 就把他跳过去 好恶心 上次那个我大概到 中间休息的时候 我都还没醒过来 你知道吗 好恶心的呢 呀 黏在那里 你像那个屁股被那个 口浆堂黏到 你知道吗 就那种感觉 好 在寒冷的夜里 乞丐甲跟乞丐在 啊 你是怎样 啊 我也不要讲这种 这种好恶心的 就是那种 我才刚吃完饭呢 第三个笑话 有一天神父在他房间里 专心灵修 这次窗外传来 镇镇庭院里 修女们在 在骑脚车 嬉戏发出声音 窗 神父打开窗户 对他们说 请保持安静 但是安静了几分钟以后 修女们又开始发出 恼人的声音 这时不堪骑脚车 神父又开窗户 说听好了 你们要再继续这么吵的话 我要强迫你们把脚车 坐垫装回去了 这虽然不那么恶心 但是 好嘞 那接下来 我们上个礼拜 终于讲完了 蛮漫长的 这个冯梦隆的这个 孝史 孝府 孝府 那在清朝的时候呢 这个孝府呢 大部分的故事 它又筛选 增加了 或者增加了很多这个 跟情色有关的笑话 变成孝陵广记 孝陵广记的流传 相对于孝府而言 是非常广的 你现在到图书馆 或到街上去买书 或者到二手书店买书 你看到孝陵广记的机会 绝对高于看到孝府的机会 但是大部分孝陵广记的 那个比较正常的笑话 其实是从孝府来的 那我们讲这上门课 希望讲到比较早的事情 比较后面的 我就不讲了这样 那 所以 以前照同学写作 作业的时候 有些同学就会写《孝陵广记》这样 然后就会发现说 哎呀这本书好色 是嘛 老师上课跟你讲 你没听嘛 好 那接下来大概就到了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呢 我们有那个 今年有新增加一个民国时期的笑话 不过我们先讲一下 李中吴的《厚黑学》 《厚黑学》这本书呢 被认为 在我念书的时候 被认为是坏人心术的书 所以正式出版社没有人要出 可是你到旧书店都可以买到 到旧书摊 那时候光华商场有个路桥 路桥下面都是旧书店 后来变成电脑 那后来又变成卖色情的地方 然后反正变了变变 后来桥拆掉 这一切就不见 这样 卖书的就特别的就不见 那都可以在那边买到《厚黑学》这本书 《厚黑学》书皮是黑黑的 然后都写香港求食书店 那个大概是个假的幌子 或者怎么样 那那个印刷都非常的差 非常的差 那这个我在第二段里面 稍微找了一下 这原来是1912年这个载 成都公论报 那个载子打错了 是连载的 后来才编成书的 所以大概从1912年 就是民国元年了 一直到1917年编成了书 那时候还没有五四运动 还不到民国八年 后来又到民国16年 1927年有这个中吴议坛 因为编到后来大概到1940年 就编成一个 比较现在看到的各个版本 大概都是这样的内容 有的叫大全集 有的叫什么 因为反正也没版权了 就任人乱编了 那基本上呢 这个后黑学的错字非常的多 但是后来比较认真的编辑 这个错字就相对少了 那中国大陆呢 在最近几年 到处可以看到各种乱七八糟版本的 后黑学这样 还有富途的等等的 那后黑学到底是一本 什么样的书 有人认为那是一本 你看在这个一百五十页下面 吴志辉先认看完这本书 认为西阳镜一金拆穿 折牛主燃熙百怪必献 受后悔之牺牲者必少 实行后悔者将无便宜可债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把这些人的骗数嘴脸都揭发给世界上的人知道 那这些人要再去骗其他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大家都知道 那以前呢 你不知道 因为大家都不写 你会误以为这个世界是这样运作的 其实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很黑暗的一面 像月球一样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The dark side of the humanity 所以很多人认为 一般人认为 大人都不会让你看这本书的 觉得你是坏人性 学着干什么 好好东西不学 那我第一次讲课的时候 也有学生的家长好像显得不太血 你干嘛学这个后黑学 那后黑学你看一下他到底讲什么 那个很多东西就是讲到这些大部分 我们社会上尤其读书人特别多 古代读书人现在知识分子 都是笑话经常讽刺的对象 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人 特别容易阳奉阴违 特别容易伪善 特别容易假道学 所以后黑学呢 我要教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意义在里面 那他有他的那种传统脉络下的幽默 这是很多人没有传统的训练不太知道 好151月下面 他的后黑学里面说 面后心黑 后黑就这两个字 他说呢 我自读书世子以来 就想成为英雄豪杰 中国古人成为英雄豪杰呢 就是念书 美国人呢成为英雄豪杰呢 就是变成那种超级英雄 那超级英雄呢都要对抗一个超级邪恶的人 那后来邪恶越来越大 所以英雄得有个联盟 有个联盟 拿斧头的也有 什么都有 反正乱七八二人什么那种 就乡民一起出来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看到这个什么正义联盟 是吧 我就觉得完了 这世界没救了 需要那么多人来救 那那些是坏人还可以 天灾人祸 这些人救的了吗 没有一个人救的了天灾人祸啊 没有一个这个超级英雄救的了天灾人祸 所以当一切坏人都被消灭以后 也有那个动漫演嘛 坏人被消灭以后 坏人很寂寞的 好人也会很寂寞的 以前我在念大学还什么时候 看到一个人在报纸副刊上写小说 你们现在很少人看报纸了 你们现在都在网织上自己写 他就写说他的小说非常有趣 他就写说有一天 忽然间小偷决定罢工一天 那些坏人都决定罢工一天 然后那些警察就觉得很无聊 他就是去想像那天警察 跟一般老百姓怎么过的 新闻上完全没有任何不好的消息 记者也觉得好乏味这样 大家都期待犯罪赶快再发生吧 是个小说很奉刺的一个小说 能想像有一天世界上没有什么罪恶这样 就算只有一天 好都想成为英雄豪杰 所以我们现在成为英雄豪杰呢 大概就变成什么政治人物啦 或者拍电影啦 或者环岛一周啦 这样子 所以他从英雄豪杰呢 求之四书五经 茫然无所得 古人在四书五经里面学到很多的这个 英雄豪杰的这个办法 他是茫无所得 求之诸子百家 在四书五经以外的古书 与福二十四书 这个字二书要念成念 念书的念 与福念四书 人无所得 也一样 念了半天 经书子书 念古书都得不到什么东西 以为古之为英雄豪杰的 必有不传之密 正式书上都学不到 那一定有不传之密 就是不靠书本的 是靠口传的 不过无人 父姓于鲁 群他不出霸了 穷所名收 忘寝废时 如是者有年 花了好多年的时间 一直找 一旦偶尔想及三国 几个人物不觉 恍然大悟 得之以得之以 古之为英雄豪杰的 不过面后心黑而已 这是非常讽刺的话 你听不出来 你就觉得他叫你坏 你听出来 他就在讽刺那些人 那他念了四书五经 念了这些古书 不如看一个三国 三国一看 什么事情都看得出来 但是同学 真正的三国 跟历史上的三国 是不一样的 你如果有机会 去修三国的历史 那老师就会告诉你 张飞不是那样的人 诸葛亮也没那样 空城记也没发生过 为什么小说里面都这样写 你们现在电动也这样玩 因为这样比较有趣 如果都照历史的牌 那还有什么有趣的呢 三国演义更厉害的地方 是让我们完全不会欣赏 那个成功的人 司马懿 我认识的人里面 没有一个人喜欢过司马懿 大家都喜欢 喜欢周梁 喜欢刘备 喜欢关云昌 喜欢关云昌 喜欢赵子龙 喜欢赵子龙 喜欢二乔的喜欢二乔 喜欢周瑜的喜欢周瑜 没有人喜欢司马懿 好 那他举的例子啦 因为这个三国演义 就算在中国社会里面 或者受中华文化的影响 不念书的人也知道三国主义 特别是不念书的人 特别知道三国的原因 因为那戏曲都会演 就像你们现在不念书的人 玩电动也玩过三国 不管你这三国是什么样的三国 那孙权呢 刘备脸皮够厚 孙权呢 心子黑不过不如曹操 脸皮厚又不如刘备 那曹操是心黑嘛 对曹操心黑 刘备脸皮厚 那把这个曹操跟刘备的这个特长叠合起来 你大概就可以成千秋万世的工业 他说一步二十四史 念四史 可以以以贯之就是厚黑而已 可是史书上一定不会讲出厚黑这两个字 一定讲这个开国的这个皇帝多么的盛名 靠着大家拥戴 所以登上了王位 或者呢他其实不想登上王位的 可是呢大家就给他黄袍加身 哎呀不得意呀不得意呀 我就当了皇帝了 这都是很假的 那项羽呢跟刘邦就是因为项羽呢 心不够黑脸皮不够厚 那心黑一点的话 当初相装武剑志在佩公嘛 不是吗 就可以把他给干掉嘛 那这事情就没了嘛 历史上都有几个事后来看 很特别的地方 那这些人都心不够黑 心不够黑脸不够厚 刘邦你看他讲刘邦 刘邦呢天资计高 学历又深 把刘淑所传的军臣 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轮 一一打破 又把李毅廉耻扫除静静 所以能够平荡群雄统一海内 一直经过四百几十年 他那厚黑的余气方消 漢家系统才断绝 可是刘备的这一家人 不是刘备 刘邦的这一家人 漢朝的皇帝在死后的嗜好 都要加上一个孝子 孝什么皇帝这样 那这个刘邦 刘邦最厉害的是他会用人 刘邦这个人是没什么 但他很会用人 所以而且呢 他用的人都为他尽忠效命 刘邦最厉害是说 他就制造了一个谣言 我们现在社会学 可能叫做社会建构论 就制造一个谣言说 他是赤地之子 把白地白蛇给斩 所以就谣传说 哎呀有一天哪 这个传古代人 知识不高 你只要坐在这个酒馆里面 随便讲个故事 很多人就传出去 跟你们在网络上一样 大家就推文推文 按个赞这样 古代也是这样 就说哎呀那天 看到一个老夫人在那边哭啊 哭什么呢 说他儿子是白地之子啊 竟然被刘邦给杀了 刘邦可能就杀了一条小蛇 就被讲成那样 那蛇谁也没看到 谁也没看到 也没把它摆在博物馆里面 也没摆在什么 驸马里里面 泡在那 这是刘邦斩死的蛇啊 我觉得夸张一点 应该有一天 从大陆的地底下 挖出一条白蛇的蛇骨 说这就是当初刘邦斩的蛇 你看那痕迹还在 最好有这么一个笑话 结果没有 总而言之 这是刘邦斩白蛇 那后来刘邦呢用了很多人 这些人里面都是英雄豪杰 包括用了韩信 那韩信本来要跑掉的 后来碰到了萧和这个人 萧和这个人非常聪明 就是萧和月下追韩信 这是历来的戏曲里面最喜欢的一段 那韩信后来也死得很难 死得很惨了 韩信为什么会背叛刘邦呢 就因为他觉得刘邦不算个东西 那韩信这个人叫多多益善就是他来的 所以他需要多少兵呢 越多兵他都可以 那后来因为看算命的跟他说 哎呀忘其背啊 富不可言啊 这样实际里面有写 就看你的背 其实是那个背呢 是双关语 就是背 你的背 背部的背 跟你背叛的背 结果韩信太过自信 就背叛 背叛结果就没好事这样 好 所以韩信呢 脸皮最厚 可是他心不够黑 那范曾呢 心最黑 但脸皮不厚 所以这些人呢都只具有 二分之一的才华 所以呢他认为 厚黑人人能知 不假外求 这个又跟孟子的想法是 背道而驰的 他说呢 上天生人给我们一张脸 而厚在其中一 这是仿造古书的说法 给我们一个心 而黑在其中一 从表面上看去 广不过树寸 大不过迎渠 好像了无其意 但若精密考察就知道 他的厚是无限的 他的黑是无比的 凡入世的公民富贵 公是妻妾 衣服于马 无一不从这区区之地出来 造物人的奇妙真是不可思议 顿根众生 身有至薄 气而不用 可谓天下之大鱼 笨词了 有这种人还不知道用 这当然是笨词 那他觉得厚黑有三步功夫 这三步功夫呢 厚黑学共分三步功夫 第一步是厚如城墙 黑如煤炭 这个比喻都是当时人看得到的 像我们在台湾生活 你看不到城墙 你顶多经过警符门 看到一个城门 还不能进去 所以你也看不到城墙什么样子 起初的脸皮像一张纸 由分而寸而齿而丈 就是慢慢慢慢就厚起来了 就厚如城墙了 最初心智的颜色做乳白状 由乳色而灰色而青蓝色 再进就黑如煤炭 到这境界只能算初步功夫 因为城墙虽厚 空里大炮 还是有打破的可能 煤炭虽黑但颜色讨厌 众人都不爱人挨近它 所以只算是个初步功夫 这是他自己想的 这个并没有任何根据 第二步呢 叫厚而硬黑而亮 生于厚黑学的人 无论你如何攻打他一点不动 刘备就是这类人 连曹操拿他都没办法 生于厚黑的人 如退光漆的招牌 越是黑买主越多 曹操就是这类人 他是著名的黑心子 然而中原名流 倾心归服 真可谓心子漆黑 招牌透亮 黑的发亮 我们家的狗也黑的发亮 不过有时候关的灯 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他 他要不是有那个眼白 你有时候更不知道他存在 人能够照第二步 固然同第一步 有天渊之别 还露着迹象 有形有色 所以曹操的本事 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 所以厚而硬黑而亮 这是第二步 最高境界了 就第三步 第三步叫厚而无形 黑而无色 你完全看不出他的厚跟黑 至厚至黑 天上厚是 皆以为不厚不黑 这人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老实 脸皮看起来非常的薄 这个境界很不容易达到 只有在古之大圣大贤中去寻找 有人问 这种学问 哪有这样精深 我说儒家的中庸要讲到无声无秀 这个臭字要念秀 就像夹了口字旁一样 没有声音没有味道 方能宗旨 中庸里面确实有这句话 学佛人要到菩提无数 明镜非台 这用的是六祖 谭经里面六祖所写的那首记 才算正国 何况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密 当然要做到无形无色 才算止境 你现在看各国的领袖 民主国家的例外 因为民主有批评的机制 还毁谤的 事实非非你都不知道 所以民主国家领导人 比较难有这种 好像厚而无形 黑而无色这个样的 那其他国家 尤其是极权统治国家 那种领导人都是不能批评的 领导人都伟大到不行的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 那民主国家的人呢 有时候为了要选总统呢 也会创造出自己的一个神话 自己多么小说 多么诚实 多么可靠 绝对不会讲自己 从小就面后心黑的 不可能的 好那接下来他讲后黑经 后黑经呢 就是仿照中国的中庸啊 论语啊 像这样的古书 把重要的字字换一下 就变成他的后黑经 这个呢对各位来讲 各位现在的中文程度 都越来越不好 所以呢你能体会到 这个讽刺的意义就更远 那我们那代人都还念一点书 还可以 我们那代人已经被我们长辈 被骂到不行了啦 那长辈最喜欢骂 说你四处背完了没 我十几岁背完四处 对啊你那时候不必补英文呢 对不对 我不补英文我也可以背得出来 这怎么比嘛 你那时候不用上电脑啊 你那时候没有卡通片可以看啊 我念小学几年级电视才发明 各位知道吗 所以小时候经过那晚上没事的时候 都在外面玩的 真的是青螺小散扑流营的 还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的 你晚上没事做嘛 顶多听广播 然后夏天非常的热 没冷气 我念到国中高中吧 有时候夏天的时候 你铺着凉席在家里睡觉 第一个要把那个席子呢 先用那个水擦一遍 擦完了等它稍微干了 你睡上去会凉快一点 然后那扇扇子 扇到那累的 然后你就这样睡着 睡着早上起来一定满身大汗 你们现在都有冷气可以吹 吹到你完全不流汗 所以现在人的病非常的多 我们那时候没有排毒的问题 毒一定排得出来 那时候没有不流汗 你们现在没有几个人流汗 一流汗觉得不行了流汗 毛细口就变大 考虑很多 好所以这厚黑精都是这样 那这个当然因为他这样讲 就引起味道知识更加的反感 他说不薄为之厚 这不是废话 不白为之黑 这是模仿中庸开始的 就子承子 子承子是成仪还成浩 我忘了 那两对那对兄弟 那样哪一个人 厚着天下之厚脸皮 黑着天下之黑精子 他讲一讲去 其实就这几句话 没有什么新的话 此篇乃古人传授心法 终无恐其久而差矣 故彼之于书以受世人 其书始言后黑 终善为万事 莫复合为后黑 放之则蜜六合卷之则 退长于面与心 其味无穷皆实学也 善读者完谦而有得焉 这完谦这两个 这可能打错了 而终身用之久不能禁者也 这个各位可以再去查一下 完锁了 对了 你看这下面 那个到到下面这个 完锁而有得焉 所以应该不是完谦 而且那丸子打错了 顺便改一下 完锁而有得焉 完锁 完就是不断的复习 不断的复习 那有的完呢写成这个完 这个完呢 非常古艺这样 旁边一个学习的习 这边一个圆 圆是开始 圆头 一 正 都是跟圆有关 好 所以 接下来 所以他天命之位厚 所以表示这是天生的 那是仿造 这个中庸的天命之位信 在这个153页下头 然后帅厚黑之位道 你就跟着厚黑就是道 然后修厚黑之位教 那这个是模仿中庸的话 厚黑者不得虚于离也 可离非厚黑也 厚黑也 是故君子 戒身会其所不厚 恐惧乎其所不黑 莫显乎薄 莫为乎白 厚黑相对的就是薄跟白 所以你脸皮太薄 干不了大事的 你心子太白 干不了大事的 你有彻影之心 干不了大事的 是一君子必厚黑也 行歪乐皆不发 为这厚 你要厚到 人家看不出你的行歪乐 然后呢 发而无顾忌 为这黑 到时候你就心子一黑 什么事也做得出来 欺骗朋友 这个 欺骗自己爸妈 你都做得出来 厚野者 天下是大本野 黑野者 天下是达道野 至厚黑 天地未言 鬼神俱焉 你要真厚黑了 天地鬼神都怕你 这真的是 教人做坏的 这世界上呢 很少教人做坏人的书 所有书都教你做好人 这是教你做坏人 也蛮有意思的 听说君王论也是这样的书 所以各位有空 麻吉为例的君王论 你看一下 好 那154页 中无约 君子物本 本列道生 这句话也是模仿论语学而偏的 说厚黑野者其为人之本愚 这都是废话 但是呢 那就是 把经典全部就把它改了 三人心毕业 我师爷 则其厚黑者而从之其厚黑者而改之 天生厚黑予语 世人其辱予合 这是孔子原来说 天生得欲予还推 其辱予合 这是他就改过来 所以说我就是厚黑 不然你要怎样 这以前的有一任总统 口头禅 经常被拿出来讲的口头禅 叫阿不你喜别安装 他已经 那你要怎样 中吴曰 时事之意 必有厚黑如中吴者 不如中吴之明说也 大家的厚黑只有他说 别人都不说 好 那中吴曰 君子无中时间为厚黑 造词必于是 颠沛必于是 这也是论语 然后小孩见母亲口中有高饼 皆知抢而夺之矣 人能抢母亲口中的高饼之心 而能胜用之 苟能充之 诸以为英雄为豪杰 见之为大人者 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苟不充足以保身体 为之自暴自弃 这是完全仿座这个孟子讲的话 孟子怎么说呢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此有不忍人之正也 那个就是说 有一天王看着一个大臣 要把牛拿去宰了 大臣说你带牛去哪里啊 牛何知 我念高中的时候 刚好念到这段 我就取了自己 就取了一个笔名叫牛何知 我自己觉得很酷这样 所以这段我一直记得 所以我把他宰了 他说那牛太可怜了 你换一个嘛 换只羊好了 孟子就说 你真是有忍 真的有人心啊 这不拍马屁 你牛死了 那你羊呢 羊就不是你的亲切啦 这真是 好 所以以不忍人之心呢 行不忍人之正 孟子这边就糊弄着火王 至天下可运之掌伤 那你干脆劝他吃树快一点嘛 你劝他吃树你试试看 他要不要吃 所以呢 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 然后他就举例啊 孟子举例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说 将金人乍见 如子将如于井 以前的井都不疯着嘛 你看到一个小朋友 快要掉到井里头去了 只有足替一彻隐之心 你就会很惊恐啊 怕他掉下去啊 非所以内在如子父母 你不是为了交 跟他爸妈交朋友 你才会有这种心啊 非所以邀愈于乡党朋友 你也不是为了 要在乡里弄成好看啊 非勿其身而然也 都不是 为什么呢 由是观之 无彻隐之心非人也 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无慈让之心非人也 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彻隐之心人之端也 我们都这样做文了啊 最后他就说这个 大家看到小孩掉进去 都会有彻隐之心 他用这样证明人性本善 李中吴就反过来说 小孩都抢爸妈 抢妈妈嘴里里面的糕饼 可见人性本厚黑 那这个都有的是啊 所以到底人性善还是人性不善 大家都是根据异端来讲 所以历来就人性可善可恶说 人性非善非恶说 人性亦善亦恶说 或者另外来说人性向善说 所以不管人性怎么样 他最后是向善 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第二个部分呢 叫后黑传习录 传习录呢 是从论语里面 征止说 无日三省无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习乎 在第三段传习 那后来被这个 王安明的弟子吧 拿去当成王安明的语录 叫传习录 所以后那传习录呢 变成寿命理学很重要的一本书 那李仲悟当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把这本书拿来 当成是一个仿作 他说我把惠录学发表出来 一般人读了说到 你们这本学问博大今生 我们读了此书 犹如读大学中庸一般 茫然无处下手 请问我被顿根众生 顿根有剑根跟顿 顿根就是比较慢才能理解的人 剑物跟顿根 这顿根就是 这不是跟剑物顿根有关 讲错了 是这个顿根就是 他的根很顿 就很笨的人 说下承法 不要说上承法 说简单一点 传授点实用的法子 让我们好照着做 他说我问到 你们想做什么 答到我想弄个官来做 而且还要轰轰烈烈 一般人都认为大政治家 于是传他求官六支真言 跟做官六支真言 跟办事二妙法 这也是奉执到不行的话 他的 他因为李仲悟是四川人 所以这段可能四川人听起来 有懂四川话的人听起来 会比较有意义 完全从国语或者普通话来了解 是不太有这个 你看求官六支真言叫做 空供冲蓬恐颂 跟你的冲脱泡盖送有点接近 好 他说六个字都是这声 这声就是短处的 像台语的德 道德的德 这是呃 这样子一个声 那国语呢 叫德 声音拉很长 调 竹子也调 这叫这声字 好 空呢就是空贤的意思 一指事务而言 求官的人呢 一定要把一切事情放下 不工不商 不农不古 书也不读 学也不教 一心一意 专门求官 这讽刺的非常厉害 二指时间而言 求官的人呢要耐心不能着急 今日不生效明日又来 今年不生效明年又来 这些当官的人 现在当官跟以前比较不一样 现在当官尤其是从学校戒掉 在以前国民党当政的时代 大家都骂 怎么从学校戒掉人呢 当学者就当学者 要去从政就去从政 应该分得开 结果这个事情呢 等政党轮替以后 还是一样照做 所以到现在为止 就没有任何人说 哎 这个不应该被戒掉 就那个当官的去当官吧 那当学者当学者嘛 你还是见到很多的当官的人说 大不了我回学校教书 好像学校是他的退路的样子 那老师临时被戒掉去当官 那学生的权益怎么办 大家很少注意这个问题 大家觉得这个问题OK了 老师中途要去开会 那学生怎么办 要补课吗 我上次也说过吧 学生大概都不希望补课 那就算了 这是因为你的学费太轻啊 如果你觉得这对你是一个损失 如果这堂课不上 你损失一万块钱 我保证你会要求老师要补课 或者退费 你这个学费呢 你也搞不清楚多少钱 所以你会觉得你不上课 好像你赚到 翘课啦 不来上课啦 你都觉得你赚到 你就完全不了解 你的学费是怎么一回事 我以前在美国念书啊 听不懂也坐在那儿啊 为什么 一堂课三百美金啊 三百美金啊 一个小时三百美金 你就看在你面前 就这样过去了 如果今天一堂课三百美金啊 你看你敢不坐在我的课堂上 你选课就会很谨慎啊 那学不到东西的课 你绝对不会选啊 那你们现在都乱选嘛 乱选的原因是恐慌嘛 那恐慌的原因是大人吓你嘛 那很多老师也鼓励 最好去修个霜 修个腹系这样 我每次听完 我说你们干嘛修二十五个学分啊 三年间修二十五学分 修二十一个学分 我说你哪能应付啊 每一堂课 你都真的要认真去念 你根本就忙不过来啊 你还要你的社交生活不是吗 你怎么应付 你还要玩你的电动不是吗 那你们都能应付 那你就学不好嘛 很简单嘛 每一门课都是用应付的 你就没有好好学嘛 所以大学四年毕业了 你真的就是沧海一声笑啊这样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回到 可能就回到我的毕业 纪念册十六字真言 情感理智两个世界 一场混乱一片空白 大学毕业最悲哀的是这个 你大学回想一下 那四年学了什么 可能什么都没学到 什么都用不上 所以你们现在恐慌啊 多修一个什么俯系啦 将来出去就业有帮助 你真的应该问问104的人 或者问问任何什么店 什么什么银行的人 或问那个 你假如家里是做生意的人 你可以问问看 所以你们招考新人的时候 真的很在乎他什么系毕业的吗 我问过很多很多我的朋友做生意的 当然这不具有代表性 我只告诉你有一种这样 他不在乎啊 他完全不在乎你什么科系毕业 他在乎你是好大学毕业 最好你英文能力很强 尤其外貌公司 他不在乎你是外文系毕业 但你英文能力很强呢 你就能够帮他处理英文的工作 你电脑很强这是基本的 现在还有人说你要学电脑啊 这打阿婆才会说这种话吧 电脑现在基本技能还需要学吗 就像说你别忘了呼吸啊 我觉得时代变得很快啊 前几年 前十年你还要跟人家说 哎呀年轻人要学电脑啊 现在这话不必讲啦 你不是电脑 基本上就等于文盲啊 古代的文盲一样 你还说哈 你不会Word 哈你不会处理Microsoft Office 你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这个时代 好吧 所以第一个是空啊 第二个呢是共 共是四川的俗语 这我们大家就不太了解了 就是专营的意思 专 说专进专出 共进共出 求官要专营 这是众人都知道 那古代的专营就是要你送礼啊 要你马上看出来在这个官场里面 谁是对你的前途最有影响力的人 这个其实呢很多人都会 动物都会不要讲人 我那天看一个国家地理频道的一个研究 好像是英国做的 他研究小孩 撒谎 因为我最近对这个诈骗很有兴趣 他撒谎呢 跟他就研究 就對比了猩猩猿猴 黑猩猩猿猴跟什麼 沸沸還是什麼幾種 然後他就讓他去那個 還有對比了大人跟小孩撒謊 他拿小孩做實驗 就是在小孩面前 就有一個hidden camera 不讓小孩知道 在小孩面前擺了一個蛋糕 擺了一盤糖果 告訴小孩說你不能吃啊 我馬上回來你不能吃啊 實驗者就出去了 小孩呢就這樣看一看 沒人就全部就吃了 沒有一個小孩沒吃的 沒有一個小孩沒有吃的 他先做一個人的 後來就做兩個人的看共謀的問題 一個小孩就先告訴那個小孩 不能吃啊 那個小孩根本不管他就拿 不能吃的 然後後來那小孩也吃了 看他吃他也吃了 星星也這樣 然後呢就是還有被抓包以後 人的反應跟星星的反應 那段我看真的很 我覺得這太酷了這樣 我要再來一次 我一定要研究這個這樣 他就研究黑猩猩 黑猩猩萬一什麼事情 我忘了那段黑猩猩那段 我好像沒有認真看 因為黑猩猩做了一個 什麼錯的事情 他會一直看自己的指甲這樣 裝作我剛剛其實沒在做那件事情 然後人呢他就設計一個情境 設計一個模特兒公司 其他被設計的人都要坐在那邊 等著人家叫他 然後他一進去的時候就有一個演員 裝作自己是一個模特兒 已經把他的那個模特兒照拍完了 然後他就在那邊講電話 就說哎呀我覺得你把我胸部拍得太大了啦 我就這樣不好啦 然後忽然間就有人叫那個人 然後他就進去了 他就把自己的模特兒照片 就擺在茶几上 然後那個另外一個要等著interview的人 就坐在那邊看 沒有一個人不看那個照片 到底在拍什麼的 沒有一個人不看 可是呢他先是沒有一個人不看 然後第二個他實驗就是 當你還在看的時候 砰那個人回來了 回來的時候你幹嘛呢 很多人就開始這樣啊 整頭髮啊你知道啊 星星看那個啊 看指甲他就玩手機啊 還有另外一個趕快滑手機啊 這樣裝作我剛剛都在做這件事情這樣 那種相似性你知道嗎 小朋友也是一樣 然後大家就顧左右而言他這樣 就顧左右而言他 所以某種程度 人撒謊是一個本能 人的好奇也是一個本能 這件事情對我的影響非常大 所以到底人性本善嗎 也有啊 如此出居景這是本性本善 但是那種好奇心想看那照片 到底怎麼回事大家都有啊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星星呢也常常知道 這個群星星裡面 誰是權力最大的人 馬上可以spot出來 我家的狗到我們家不久 就發現我是我們家權力最大的人 所以對我特別好 你們家有養狗你知道 萬一那狗是你爸媽養的 他有時候不太理你的 你說哎那狗啊 他是狗啊 所以他知道啊 誰是家的最有權利 他才把最有權利的人搞定 然後在那邊塞奶 他這輩子吃喝無魚啊 狗就知道這個啊 星星知道這個 人會不知道嗎 他們做的那個實驗 這也非常有趣 所以有一個大明星需要這個 顧一個隨從這樣 那你要很聽話啊 這大明星很重要這樣啊 但是大明星有個條件 要找非常誠實的人 你知人很誠實嗎 哇來兩個人都說 我是最誠實的 我朋友裡面覺得我很誠實 我真的從不說謊這樣 好那就要看他在權力面前 他說不說謊這樣 結果就製造一個情境 說大明星的太太打電話來 問大明星說 你是不是在動物園 你如果忘掉幫你兒子辦 在動物園辦party這樣 結果大明星就啊 接到那電話 這當然裝的啦 然後那個應徵工作人在旁邊啊這樣 然後大明星就說 你可不可以幫我一起騙我太太 說你是動物園的人 沒有一個說不的 大家都很不遲疑說沒有問題啊 因為他是他 你家可能的老闆啊 你可能的老闆 你願意替他撒謊啊 才第一天見面啊 才第一天見面你就願意替他撒謊啊 然後那兩個人撒謊撒得這流利啊 沒有啊啊啊啊 那撒謊撒得這樣 這就是證明說你看 人類為了自己的 利益 然後會巴結最有權利的人 甚至犧牲了自己的美德 就是不撒謊這件事情 所以各位要發現同學背叛啦 或什麼真的不用太緊張 那他就是跟他的信心差不多 你發現你自己背叛人家 或怎麼樣怎麼樣有點狗腿 你也不用太難過 基本上我們都是animal 至少animal這部分沒有少掉 好啦 這堂課先送到這裡 不是鼓勵大家變成獸性 就是告訴你我們有一個獸性的部分 我們自己都沒有好好想過 好 剛剛講了空 然後講了共 共就是要鑽營 那鑽營呢 他說有人說共字的定義是有孔必鑽 我說這錯了 只說了一半 有孔才鑽 那無孔怎麼辦 他下的定義是有孔必鑽 無孔也要鑽 有孔者 擴而大之無孔者 取出個鑽子心開一孔 有些人相信 甚至很多人相信 所有人都是有價錢的 你只要價錢開得對 他就可以被收買 當官的啦或什麼 很多人都相信這個 少數人相信老師是有價錢的 所以有人成績不好的時候 要求老師 這叫什麼高台貴手 也有人有不同的做法 但是聽的真的還是比較少 聽的還是比較少 那個全世界的學生 一流學校都一樣 一流學校為什麼會特別有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大家都很重視分數 我以前的親戚在哈佛大學念書 他說哈佛大學學生也是一樣 大家都流傳什麼樣的課比較好得分 分數比較高 有一個老師非常堅持自己的分數不高 結果修課人就非常少 後來他還是必修課 必修課以後呢 學生就派代表去跟他談判 說你要是不這樣的話 你知道嗎 我們哈佛人會那個成績會比 Stanford人成績會差 用這種跨校的這種壓力 給老師壓力這樣 我說那老師會相信嗎 他後來老師就提高分數啊 所以他說這叫做 那大概已經十幾年前 他說這叫分數的通貨膨脹 叫Great Inflation 在美國大學一樣有 台灣這幾年我們台大 台大這幾年因為分數變成是等級制 原來是絕對分數制 結果發現等級制以後呢 我給的分數反而比較低 以前絕對分數制我都給88分 88分呢我說你90度倒過來 是兩個無限大 我覺得這個分數比較有意義 那後來等級制給你們A才87分 給你們A加才到93還90幾 好所以共有孔要鑽 沒孔也要鑽 衝就是吹牛 這大概跟我們現在的用法都不太一樣 他說四川話是衝帽殼子 衝的功夫有兩種 口頭上要吹牛 文字上要吹牛 口頭上要分普通場所 就是前面兩種 上風的面前兩種 這什麼叫上風我不知道 文字上又分為報章雜誌 縮帖條純 現在的吹牛就是廣告 百分之百存 百分之百什麼也沒有 什麼辣椒有沒有辣椒 花生有沒有花生 沙拉有沒有沙拉 之類的 那我那天就想到 很多社會學課本 沒有一張講社會 叫社會學沒有社會 可以接上來 你知道嗎 你找個社會系的 或者你修過社會學 你就看一下你的課本裡面 有沒有一張講社會 如果沒有的話 可以被列入油類事件 這樣 什麼東西沒有什麼這樣 政治學有一張講政治嗎 經濟學有一張講經濟嗎 財經系有一張講財經嗎 財經系有一張講財經嗎 從捧呢就捧場 財商的衛工出來了 滑心的舉動是絕好的模範 這個我們現在大部分人都不看經系了 你就不知道這東西是講什麼 你看經系你就知道 怎麼樣捧 怎麼樣捧一個人 就你們現在推文了 所以你們推文有時候還很客氣 因為真的有東西 那重要是有時候沒東西 你也得把它吹捧到不行 那就很尷尬了 恐呢是恐嚇的意思 做官的也要恐嚇 你看像現在 現在因為民主時代了 媒體非常的多 錄影錄音的方式非常的方便 所以有任何人恐嚇你 你只要剛好錄音 你的錄音筆隨時在使用著 你就可以錄下那些人的嘴臉 包括當政者 這在以前當然不可能 以前只有靠人家這樣講 這樣子寫 你現在可以把那個嘴臉 一五一十的給錄下來 有的時候揭發某些弊案 就是因為有人錄音 六就是送啊 就送東西啊 大送小送啊 比如說銀員啊 銀員鈔鈔票 這是古代了 民國初年 一包一包的拿去送 小送春茶活走 就是活腿啦 請吃館之類的 然後這個誰負責 誰就你就可以送誰 在以前這種文官體制 還不是那麼健全的時候 有兩種人是在機構裡面 非常重要 一是管人事的人 因為他可以決定 他知道很多法令 誰可以在什麼樣子升遷 什麼樣子得到什麼好處 所以你跟人事拿好關係 你吃不了兜子走 真的活得非常快樂 第二種管錢的人 因為他知道 什麼錢可以給你 什麼錢不可能給你 一般人不會知道 所以你跟管錢的 跟管人事的關係很好 那以前的關係 是什麼樣的關係呢 大部分人都打牌 所以呢你就跟他打牌 打牌呢一定要輸 學會輸的藝術你知道嗎 你在這邊輸 你在別的地方就贏大了 你在這邊贏 在別的地方就輸大了 所以那打牌叫政治麻將 政治麻將 你一定要學會輸 輸了以後你要學會很會講話 但不能輸得太過火 所以這是我從小聽到大 我的父親很擔心我長大以後 沒什麼飛黃騰達 我說我不想飛黃騰達 如果是那種飛黃騰達 那我不要 當然沒想到後來當老師 當老師基本上不太需要 飛黃騰達 當老師不太需要送禮 我收過別人的禮 學生畢業以後 寫的那個指導用完以後 有人來送禮 有一次他的未婚夫來送禮 送了一大盒 結果我說你送我禮幹什麼 他說老師要感謝你 我無分期待你指導一下畢業 我說畢業就畢業了 這必須要送那麼大盒禮 我說你送什麼東西啊 我在社會買的那種咖啡禮盒 我說他沒告訴你 我不喝咖啡啊 講完以後我才覺得後悔了 這樣不是齊約會選嗎 我不喝咖啡拿回去換 換了茶葉嗎 阿華田嗎或什麼 講完我就後悔了你知道嗎 他也沒拿回去換啊 所以我就有一大盒子 那咖啡禮盒 很大盒子啊那時候 這不是過年前買的還是什麼 就很大一個盒子 非常尷尬的到時候 看誰要喝咖啡三合一那種 反正聽說愛喝咖啡也不喝三合一 然後就這樣送出去 反正我一個也沒留 就留下一個盒子 有下一個家長啊 學生已經出國了 幫他寫完推薦 學院出國了 家長來了 我替我的兒子來給老師送禮 我說不需要送禮啊 這也沒有什麼啦 老師你不要介意啦 來這是一瓶那個叫做 中國石油公司出的一個什麼 雞油 雞油 不是炒菜的那個油啊 不是雞然後用皮去炸那個油 雞油 機車那種雞油 汽車那種雞油 給我一罐 我現在還在我研究室 某一個角落 給我一瓶雞油 另外呢 他說這個老師 我剛好在加油站加油送的 就給我 他可以拿衛生紙啊 我覺得那還比雞油實用 不是嗎 有一陣子 我還有車子的時候 一天到晚送衛生紙啊 所以我用不完那個面紙啊 什麼之類 雞油 雞油送完愛不打緊啊 一看老師他面色不太好 說老師那還有一樣東西送你啦 刮鬍刀 我 刮鬍刀 老師你看都沒有刮鬍刀可以刮鬍子 我留鬍子 有一次有一個人送我刮鬍刀 很高檔的一套刮鬍刀 結果我看上的是刮鬍刀那個刷子 你知道嗎 那個有一個那個 像毛筆那樣的東西那種 他有一堆棕子那樣 我不是拿來刮鬍子 我是拿來擔我的那個 鍵盤裡面的那個 那很好用耶 那個刷子很好用耶 人家平常刮鬍子 我是不是把那個泡沫弄完以後 然後塗在臉上嗎 那種那很粗很粗的那個頭 像大毛筆一樣那種 我就拿來刷那個 很好用 真的 然後至於那刮鬍刀 我就不知道把在哪去 是不是送給女同學刮腿毛去 我也不記得 我後來聽說刮腿毛 刮腿毛的那個工具啊 不是刮鬍刀啊 有沒有人知道 因為美國女孩子刮腿毛我知道 那美國女孩子刮腿毛 就是買那種什麼 很簡單的那種刮鬍刀 那我不知道台灣的女孩 大概不需要這個 好啦所以要送 那我們現在已經缺少送禮的文化 好像送呢就變成是一個 賄賂啊或怎麼樣 尤其官員有人拿到 拿到茶葉禮盒 茶葉禮盒重要不論是茶葉啊 茶葉再貴也沒多少錢呢 拿到的是茶葉禮盒裡面的那個 罐子裡面或者盒子裡面 有一次有一個人送了兩萬美金嘛 報紙上有燈 後來說因為他跟他業務無關 所以不算會選 所以那個收錢的官員 也就沒有定罪 兩萬塊美金沒有定罪 我們就想哇 然後那個送的人也說 我這也不是為了齊惠會選啊 他的業務跟我無關啊 我送他我是關心他的小孩啊 他小孩在美國念書兩萬塊美金 我希望你有這樣的好的長輩關懷你啊 送你兩萬塊美金 不得了對不對 好啦那這就是他的所謂的這六個 做官六職真意 求官六職真意 你求到官以後呢 他還有一個叫做官六職真意 你做官要怎麼做 第一個還是空 空就跟上面不太一樣 就空洞的意思 文字批詞成出文告都空空洞洞 其中奧妙我南系說 現在不也是嗎 你現在看到很多都推來推去嘛 法院還有一個人叫推士嘛以前 就那個人的工作就是把事情推掉 什麼事情來 這不是我的事 這不是本部門的事情 我們就參考 我們就就知會什麼某某步這樣 然後常常你就被踢皮球啊 你就覺得自己像個皮球 從這邊被踢到那邊那邊踢到這邊 所以這個空就是這樣 講話呢講的等於沒講 尤其很多公文現在還改了 以前的公文的用字都是文言文 那個根本就看不懂 不是局內人根本就看不懂 現在呢 我有時候會看到台大的系統裡面 會說有公文教學寫作 如果你在台大擔任的行政人員 有公文教學寫作 我覺得公文不能寫的白話一點嗎 這樣大家都聽得懂啊 不是嗎 所以呢 就是這些都講的空空洞洞 講的空洞洞洞一句話呢 之一就是依法行政 這句話聽起來非常空洞 也聽起來也非常有道理 我們公務人員就是依法行政 沒有法我沒辦法 依法行政 那至於法呢有千百條 知法者就知道用什麼法對你有利 不知法者他有的時候呢 或者特別知法者就找特別對你沒利的法 舉例來講吧 我在學校擔任過 性別評論交友文會的這個職務 我對於行政工作一無所知 因為我沒當過系主任這種主管 我代理過一個月 那個月剛好過年放假 所以我其實沒幹幾天 代理系主任 然後代理系主任有個兩萬多塊錢 我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決定 在我卸任的時候 請客吃飯的地方 所以我就把這弄好了 那我這樣錢就花出去 不然大家就說 我就多賺兩萬塊錢 然後啥事沒幹 好 然後也發生了一件事情 我也把它處理了 所以我代理 好那我當任職務會主管以後呢 我才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去請校外的委員 來幫忙調查 我們通常會請一個律師 一個譬如說社工人員 在社會上做的 來幫忙調查 結果完全不知道 付費是怎麼付的 結果有一天呢 那個社工人員 就打電話給我說 孫老師 我想跟你反映一件事情 他說我去參與你們的調查 我一個小時只拿八百塊錢 他說聽說律師一個小時拿兩千塊錢 我說蛤有這種事 他說這個我們是同工不同酬 我說你不用再說了 這我完全了解 我會替你爭取 請你等我的答覆 我馬上就去問 果然是律師兩千塊錢 然後社工人員八百塊錢 我說憑什麼呢 我說為什麼 根據什麼 他說因為社工人員質疑比較低 律師比較高 我說那律師的名目是什麼 你給他錢的名目是什麼 他說專業諮詢 我說好 那你把社工人員報專業諮詢 以後所有的 所有的這個我們信民會的調查 全部都專業諮詢 本來就是專業諮詢嘛 大家花的時間一樣 那還有人拿的錢多拿錢少嗎 而且那律師一場 其實有時候是五千塊 他只拿兩千已經是很客氣了 那社工人員拿八百塊 這絕對是不像話 怎麼可以這種歧視 所以從那以後到現在為止 在台大信民會 你只要參與調查的委員 全部拿兩千塊 一次拿兩千塊 算專業諮詢費 然後超過時間太長 我就報兩次 我覺得這是一個基本的尊重 基本的尊重 很多人碰到制度的問題 就不會去想突破 然後就兩手一攤 說沒辦法啊 那就是這樣啊 那有人吃了虧也不會反應 所以也就是 有些人就不知道 像我那時候剛做第一位 我真的不知道 他原來只拿八百塊錢 我一毛錢沒拿呀 台大老師在台大做事 他認為是理所當然 然後台大老師去演講 有些時候欣甫中去請我演講 然後就打對折 我說為什麼打對折 我說為什麼打對折 我講的有比外校差嗎 所以你看這台大演講 為什麼那麼不勝 這個學校的人 都是全台灣 可以說少數數一數二聰明的人 結果演講的人今天那麼少 沒有鼓勵嘛 那有的說怕台大的人 一鼓勵你演講拿那麼多錢 就是一天到晚有人辦演講 那你以為其他人都傻子嗎 他的演講萬一沒人聽 那他字還有什麼用呢 而且你就完全不相信 學者的自制 說我會了解我自己多少錢 我有臉啊 我不能說我一天上辦演講 沒人聽 然後我就為了領那幾千塊錢 你覺得台大老師 沒臉會到這種地步嗎 那會被人家幹給我死掉吧 會上一個無聯網站 無聯網第一名譬如說孫中興 他每天演講 早上一場 中午一場 晚上一場 你也可以這樣上 唉 好啦空空空洞洞 講話等於沒講 第二呢 叫功 卑功 折截 協奸 應該是產孝 這個周孝打錯 那個產字該怎麼寫 我也忘了 你就輸入協奸 通常會出現產孝兩個字 應該是產妹的產 還是另外一個產 好第四 就所以你要當做官的人 恭恭敬敬的 尤其做官的看到長官 那鞠躬更不得了 還好啦我們台灣不像日本了 強調鞠躬度數那麼多 還是鞠躬 崩 崩就是崩敬 公的反面 對下屬老百姓的臉呢 崩的 像半折直樹那樣 每天這樣 眼白這樣露著那樣 然後頭這樣歪著 我覺得他那樣演完那場戲 是不是要休息好幾個月 怎麼恢復這樣 蠻困難的 儀表上赫赫大人物 凝然不可侵犯 然後第二次 言談上儼然賦猶金倫 好像自己很有辦法 以前老蔣總統就這樣 後來到他兒子 蔣經國總統就不是這樣 他兒子就非常的親民 老蔣總統呢 跟他兒子都一樣 講話都聽不太懂 你再花一點時間 他們都不是標準國語 以前的官員都不是標準國語 所以為什麼台灣的電視有字幕 原來有這個原因 後來發現字幕 對一些學習障礙的人幫助很大 很多國家沒有字幕你知道嗎 很多國家只有那種 對聽力有障礙的人 還有什麼才會提供字幕 像美國很多節目沒有字幕 我在美國念的時候 你要買一個字幕機 才會有字幕 所以那是一個不一樣的 第四叫胸 所以呢 這個胸字就是 要蒙上一層道德仁義 你會罵人 眾士音我能做嗎 第二 第五是龍 耳龍 笑罵由他笑罵 好官我自為之 現在我們有些官員 聽起來就是這樣 他也沒辦法 有時候官員真的沒辦法 你不能逼他犯法嘛 第六呢叫弄 就弄錢 想辦法弄錢 這個在現在民主國家 還是一樣有官員是這樣的 那個報假帳啦 或者發工程啦 然後你就抽多少趴啦 那所以呢 我曾經有跟同學講過一個概念 這也別人跟我講的 說為什麼那麼多人想為民服務啊 這件事情很奇怪 你看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的薪水是多少 是公開的 他只要做三年 你就乘以 每一年乘以13.5個月嘛 然後三年就是 40.5個月嘛 是不是 40.5個月乘以他的薪水嘛 這就是他理論上應有之所得嘛 對不對 那頂多加一些補助嘛 那為了計算方便好了 40.5個月我們就乘以20萬好了 沒那麼多啦 我們是為了能方便 這大概800萬嘛 這幾年 三年他大概可以賺到800萬的錢 那不吃不喝的話800萬 那為了800萬 他花多少萬去選舉啊 如果他一毛錢不花 他可以賺到800萬 如果他花400萬去選舉 那他只賺400萬 如果他花1000萬去選舉 那他倒虧200萬 怎麼會有人倒虧200萬去選舉呢 如果這是他賬面的錢 就是他說的錢 所以你就知道 他一定在賬面之外 還有別的錢 那別的錢怎麼來的 那你做官你就知道 你不做官你就不知道 好那半十二妙法 這個其實是在我們在講 那個冯夢龍的校府的時候 就出現過 叫聚劍法 第一個 中的劍請外科醫生治療 醫生將劍感俱下 就所謝禮 說好我是完成了 你該給我錢了 說為什麼不把劍頭取出來 他說那是內科的事 不是我的事 你去尋內科好了 這是一段相傳的故事 至少在校府裡面有出現這樣的故事 所以這叫聚劍法 聚劍法他只解決他能解決的問題 這個在分工的體系裡面 這其實不是太奇怪的事情 內科真的做內科的事情 那叫做會診 你到醫院去 如果你的問題 有內科的問題 有骨科的問題 有泌尿科的問題 那醫生都會回來看 那認真一點的醫院 就是會診會得出一個結果 然後依照那個結果 來執行你的治療計劃 所以 但是呢 他這裡諷刺是說 那些人就不管了 那科事情是你去找 不是他去幫你找 所以這是跟現在不太一樣的地方 聚劍法 另外一個叫補鍋法 聚劍法呢 是沒有徹底解決你的問題 留一個梗 補鍋法呢 是你本來沒問題 把你搞出問題來 做飯的鍋漏了 就請鍋醬來補 補鍋醬 用鐵皮刮鍋底沒煙的時候 一面對主人說 請點火來我燒煙 趁著主人轉背的時候 就用鐵錘在鍋上輕輕敲起一下 那個裂痕就越來越大 然後呢 轉鍋背來的時候 就說 哎呀 你看啊 這鍋痕很長啊 上面油膩的看不見 我把鍋煙刮開就顯現出來 非多補底幾個釘子不可 呦真的耶你好厲害 要不是碰到你 我這鍋子今天就沒救 所以你就給他錢 其實你被騙了 這有關醫學也是這樣 有些中醫的概念 或者有些人認為身體有治療 自己會療癒的可能性 所以呢覺得你不必看醫生啊 你看醫生幹什麼 你看醫生只是增加 他讓你的病沒有辦法完成 他的自然的cycle 有一種理論是這樣 但是這種西醫 絕對不相信這種理論 譬如說 你假如什麼皮膚不好 你會冒痘子 你冒痘子呢 去西醫就一定給你塗藥嘛 對不對把那藥 那那個有些人就認為 這不一定是中醫 有些人認為說 痘子要發 那是你自然生理的過程啊 你生理上有什麼毛病 你就讓他發出來 這生理抵抗這個外來東西 的一個方法 他自然會消掉啊 你幹嘛用外力的方式 發燒也是 我最近看到有一個人傳一個網站 說發燒其實是人體對抗 細菌的一種方法 他說人體燒到38度 39度 其實還是ok的 我想這西醫一定覺得 你這是邪說 他說你就讓他燒啊 你第一個要做的生意 就多喝水啊 你只要多補充水就可以了 有一種說法是這樣 但你敢冒這個險嗎 是你你可能可以冒險 是你的家人你的小孩 你要冒這個險嗎 你大家趕快跑到醫院去打點滴啦 打退燒藥啦 萬一你的小孩很小 你敢冒這個險嗎 我想這個是 雖然這樣說 至少這還不是醫學界公認的 證明的你就 你可能就會覺得呢 我有一年 腎結石 腎結石因為長得太怪 就長成像鹿角的樣子 Mercedes Benz的那種 那個標誌 它沒有後外面那一圈你知道嗎 所以不大 但是它有一個Y字形 Y字形呢 就卡在我的尿道裡面 不是 從腎到尿道的那個 對叫 酥尿管 就卡住 卡住痛 聽說那是一級的痛 聽說跟生小孩一樣 那卡住然後在塑料碗裡面 還尿血 然後就痛的 然後到醫院去呢 我自己坐一車到醫院 然後跟我太太打電話 我太太也到急診室 然後我太太到了以後呢 我就坐下來剛好再做檢查 我就全身 打戰發抖你知道嗎 我自己頭腦非常驚喜 我太以為我快掛了你知道嗎 就躺在病床上這樣 哇那時候應該拍下來 可以賣給電影公司這樣 那個拍那種什麼 什麼著魔了什麼之類的這樣 我就聽到醫生跟護宰管打針 說我們現在先打止痛針 如果這在直降不下來就要打馬飛 打馬飛就有上癮的可能 然後就開始看到自己在公園裡面 這樣吸毒的鏡頭這樣 很可怕 那這次要講什麼 有點旺 總而言之就非常的痛苦這樣 那個 對這次要講那個 到底有藥沒藥醫啊 後來呢就是說你情況好了以後 穩定以後呢去看門診 他給我兩種藥吃一個叫止痛藥 他說沒痛的時候不要吃 一個叫做擴張什麼 輸尿管的藥 讓那石頭能趕快掉下來 他說可是最好的辦法 還是多運動多喝水 沒有辦法 基本上就是沒有辦法 那後來去看門診醫生 他也沒辦法 他照了 這0.4沒辦法 要一公分才能夠健保給付 打掉那個石頭 那後來因為我在 我在某一年 就是剛好就那個禮拜不久 我又去住急診 又痛到不行這樣 好可怕那天還我生日這樣 我的生日禮物 竟然就是在急診室度過這樣 後來兩次急診以後 醫生說 你有兩次急診的紀錄 你可以 我可以幫你寫個報告給健保局 你可以免費 就健保給付 你打石頭打掉 所以我就安排了 我說那有別的辦法 中間要痛起來 他說沒有別的辦法 你只能多喝水跟多運動 還有你可以爬樓梯 所以我住在中生健康附近 所以有一陣子我就在中生健康這樣 上上下爬樓梯這樣 因為還要看風景啊 你每天爬大樓梯 你不悶死啊你 就這樣 石頭沒走多遠 他走了一個多月 才走這個距離 X光照了才走這個距離 我的膀胱在這裡 這裡腎在這裡 沒走多遠 他說打掉好了啦 打掉比較快這樣 就把他打掉 那次危機就解決了 所以沒有藥吃啊 所以我後來知道 就是只有一件事情 就多喝水啊 當然你大超過一公分 那你可以去健保給付 沒有一公分 他形狀還怪怪 你如果兩次急診以上 他也可以把你打掉 我的白內障也是 那時候我的白內障問題 比較大的時候我54歲 說你還不能健保給付 要55歲 已經搞成這樣 還得撐一年了 然後他說 我先把你做一個檢查 把我弄了 哎呦 你這已經熟到快爛了 可以再給你打個報告 給健保局 說健保局有一堆報告 就是可以要健保給付的 就是我這種人 所以同學你不要笑啊 我跟你講我現在的眼鏡狀況 你會早十年到來啊 我的聖結石狀況 你每天喝那什麼飲料 保證你早二十年到來啊 很可怕啦我跟你講 人啊都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啊 你想你年輕啊 你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是啊希望你不要發生 發生很痛苦的 總而言之有些事情 基本上是沒救的 或者說你沒有什麼好的辦法 簡單講 可是呢你都想到要好的辦法 所以有人就會在這時候騙你 哎呀吃什麼東西啊 有小偏方啊什麼什麼的 那吃了身體沒有引出別的疾病就算了這樣 你不要到時候吃了引發了這種其他的疾病就很麻煩 譬如你減肥吃到禁藥對不對 那最近新聞不是有這樣的東西嗎 所以這個補鍋法呢有時候就是這樣 所以你覺得他幫你做好事其實是他在幫你這個 那個好順便跟各位同學講一下你去買東西 那個他們說有些很邪惡的商人 包括水果啊或什麼你看到的時候都很好的 他轉身去你包的時候他就掉包了這樣 有人買很好的瓜香瓜很貴 然後你轉身包的時候包起來 就這六個號一斤多少錢他轉身去 然後就包那個爛的瓜給你 你回到家那瓜就爛 賣茶葉聽說也是 他那個茶葉呢他的旁邊他就這樣泡茶讓你喝 這茶葉很好喝 然後你要買多少一斤他就抓 聽說那茶葉呢他是分成一半 一半好的一半不好的 然後等你決定要買的時候 他就抓那一半不好的 當著裡面抓 然後當著裡面填充 來在那個袋子裡 當著裡面封起來 當著裡面包裝 然後你回家 你說這怎麼跟我喝的茶不一樣 這比較叫什麼 這也不是拒見法 這也不是補鍋法 這比較什麼法 所以有時候啊那觀光區啊 全世界觀光區都差不多 都這樣坑人的 這不管中國大陸 台灣什麼其他的地方 都這樣 好 所以這是辦事二妙法 這當然是諷刺的意思了 有些人就是這樣子啊 辦事不俐落 沒辦法幫人家解決問題 好 那這個沒有什麼要說的 就是一百五十八頁 所以這是後黑學 就是把歷來官場的一些黑幕 把它揭露出來 他用他當時認為 詭諧的方法 這個大家如果現在出 大家這本書就會叫做 我不是教你炸 我這樣的書 那接下來我們談二十世紀初期 台灣的笑話 那接下來我們談二十世紀初期 我在設計這門課的時候 非常辛苦 因為我要找五五往今來的 各種的笑話 還有笑話集 那你想這要有多大的學問 那我這個我們的時代人很少人 台灣史還沒開始怎麼的 像你們這個時代 被重視到的地步 所以我們對台灣的情況呢 除非你自己有興趣 不然的話你能讀書很少 不像現在 你這滿屋子的書可以讀 有幾個出版社 專門在出有關台灣的書可以讀的 那我後來為了準備這門課呢 我就找了一些我書架上的書 所以我還是呼籲 包括看電視的人 如果有人知道有更多的 台灣時期的笑話 請告訴我 我就可以 將來有機會在的 我就可以補充這個 那這個呢 找到的呢 我找到的是 當時的日本的一個官員 統治台灣的官員 叫片剛嚴 他所寫的台灣風俗誌 那有一個 那時候黃德時先生 在1981年 有寫了一個序 那這本書是1921年 是這個片剛嚴 是台南地方法院檢察局的通議官 他對台灣的事情很好奇 很那個就收了這方面的資料 叫由台灣日日新報這出版 總共多少頁呢 有一千一百八十四頁分十二級 這是一個不得了的這個收集 不是都是笑話啊 不要誤會 是台灣風俗誌 那這個後來呢 就出現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圖書館編幕資料 原來有兩位先生 翻譯這本書 是另外一個出版社出版 那我這本書呢 改了另外一個出版社 那一則不知道為什麼 只列了一個人 同樣的書 為什麼只列一個人 我到現在為止 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第六集有一張是台灣人的小笑話 收錄了四十二則笑話 第二張叫台灣人的古蹟故事 有十四則 第三張叫台灣的童話故事 十四則 所以就是這樣的笑話 那我是收錄了第二張 十四則笑話中較短的篇章 有的比較長 那它以台語發音為主的漢字標記 有一些我的台語不是頂好 我的台語在比起來 我的英語搞不好比我的台語好 真的 以前我跟我阿公家 我有時候放假回我阿公家 我還學到比較多 後來不跟阿公阿嬤住了 講話我就跟我媽講 那就限於那幾句話 就不會講得很好這樣 所以呢這裡面呢 我有一年嘗試著用台語講這部分 結果講得哩哩哩哩哩哩 後來發現不要講比較好 有些南部來的同學顯然已經受不了了 不過大部分同學呢 就算南部來的 你台語也不會我講得好 因為你們這時代比較 除非你是所謂台文社的 這麼個有意志力堅強的人 還可能 以前我碰過台文社的一個社長 大概十幾二十年前吧 非常的堅持這樣 我在一次研討會 我跟張小洪老師 我們談有關 一個什麼 有關性跟性別方面的主題 學生社團的一個演講 那那個台灣社同學就發問 他發問他先說他是台灣社的 用國語講 所以他說他要用台語來發言 那當然尊重了他用台語講 講完了 張小洪老師就說 孫老師那你回答 我跟張小洪老師並沒有那麼熟 我從那兩次演講以後 我再也沒跟他同台過 也再也沒碰到他過 之前也沒碰到他過 我知道他非常有名這樣 張老師就說孫老師你回答 我想我就這樣被指定功課的人這樣 我說對不起同學 我沒辦法用台語回答 我用國語回答 雖然我都知道你在講什麼 我就用國語回答 他也沒有說老師你一定要用台語回答 也蠻禮貌的 不然的話他指定一定要台語回答 那不是很尷尬嗎 對不對 不過那樣可以救我一命 好來 所以呢這個笑話是這樣的 然後我後來在吳英陶先生的台灣民俗 發現書中第19章是民間笑話 因為這兩本書我都有 然後共計90則 那其中收入的幾乎所有 除了第一則沒有收入之外 台灣風這13則笑話 然後這90則笑話 有兩則頗具台灣地方特殊 那其中收入的幾乎所有 台灣風這13則笑話 然後這90則笑話 有兩則頗具台灣地方特殊 所以他放在這裡 所以他放在這裡 有些笑話基本上是從 馮孟隆開始就流傳下來的笑話 所以在從笑話來看 台灣的特色相對而言不是那麼明顯 從笑話來看 那其他的怎麼樣我就不敢說了 我只特別講一下 好那第一則笑話是很長的 是對話的腳本 所以你有機會去看一下 第二則笑話說 你就說給狗咬到 你就說被狗咬了 那這個159月下面呢 是他原來的文字 然後括號裡的是翻譯的文字 翻成國語比較通順 我們就講翻成國語的好了 免得到時候我講的哩啦啦 又被大家恥笑 或者你不知道 你還以為我講得很順 那也會被以後的人恥笑 所以有一個人呢 看見一個小孩 手裡拿一個餅 就笑嘻嘻走過去 要騙了小孩嘛 他說呢 那個人就說了 我咬一個木書餅給你看 那餅通常是圓的嘛 你要不要看那個餅變成梳子 那古代梳子大概是接近半圓形 於是就用力咬 就咬了一口啦 說你看 吃了一口還不還不滿意 這欺負小朋友嘛 這要寫入這個霸凌課本 那我再咬一個更好的月美餅給你看 又咬了一口 那餅就越來越小 這孩子很不高興 就緊緊的用手蓋住餅 所以不小心那個人 就咬到小孩的手 鮮血一直流 那那個人拿起那個長衣服給孩子擦血 並且用手好言安撫他說 好啦好啦不要哭啊不要哭 這個不要哭的第二個寫錯了 說不要哭不要哭不痛不痛 常常大人小孩在痛的時候 你都用一個像神奇的魔咒一樣 不痛不痛不痛 你以為就不痛了嗎 然後很多小孩子哭到後來也沒力氣也會不痛 回去以後跟你媽說 你媽說你手上為什麼動 你就說是給有狗咬的 如果不這樣說我就打你 這是什麼哪一則笑話 這不是笑話吧 這霸凌的故事吧 這怎麼會變成台灣人的笑話呢 日本人是怎麼想的 除非這個叫人家吃東西的是個日本人 不然這怎麼會是笑話呢 我怎麼看都不覺得這是個笑話 還是說被狗咬到然後自己就 把自己說成是隻狗 笑點在這裡呢 我看完這個物質覺得 好可憐小朋友 有一個餅也被人家吃成這樣 然後還有他那個人的口水 Yuck 這本人最討厭的噁心笑話 好第三則 臭耳的子序 就是耳朵籠子了 以前都講得很難聽的 叫臭蝦籠 臭蝦籠呢 在我小時候那種耳聾的人 是不是因為他耳中 因為那時候醫療衛生 可能不是像現在那麼好 好像耳中會分泌一點什麼東西 會讓他人家覺得 靠近他的耳朵那邊會有一個臭味 所以臭蝦籠是不是只這樣 我就不知道了 各位有機會可以問問看 現在當然沒有這樣子的事了 現在衛生什麼都比較好 有一個籠子到他岳父家去做女婿 做新女婿 當他走到岳父家門口 有一隻狗就汪汪叫 可是他是籠子 所以應該是聽不到的 不過有些籠子 只是他的聽到的聲音的範圍 比較小而已 是像眼睛有弱視的問題 我們現在所謂的盲人 其實有些人是完全看不到 但有些人的視力在0.1 像這樣或0.0幾 有一個醫學上的認定 這樣 所以並不完全是看不到的 所以你看到盲人好像看得到 你也不要太驚訝 籠子呢可能也是一樣 可能就是他的耳朵聽力沒有那麼好 等到他做到飯桌上吃飯 就問他老丈人 這隻狗晚上是不是沒睡覺 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都未打錯 看到我一直對我喘 因為狗張開嘴巴嘛 可是狗喘跟那個都 跟那個叫應該是不一樣 就大家聽到 笑著把冬粉從鼻孔噴出來 這也蠻噁心的 各位能想像嗎 冬粉從鼻孔噴出來 所以這第二則我覺得也不是笑話呀 我覺得這是欺負殘障障障人士啊 對不對 這為什麼都未打錯了 改一下 然後第四則 就是茶道 跟善恰郎 這賊跟窮人 有一個小偷去偷一家窮人 近乎一看四壁皆空 這個在那個校府裡面就出現了 沒有任何東西 這是窮人被驚醒 一看門被人打開了 就大聲對小偷說 小偷 你不可以開門一走了之啊 要把門 把我的門關好啊 要把門我我關好 這我打錯了 要把我的門關好才是 所以小偷卻說 你家沒什麼值錢的黃金珠寶 要關他做什麼 這個接近笑話 好接下來是發酒誓 喝酒發誓 那請看正文是在第161頁 說有一個朋友很喜歡喝酒 整天都喝得醉醺醺的 醺醺醺醺醺 這有沒有錯 酒杯不離酒 酒已經喝成 這已經的已打錯 已經喝成酒精中毒了啊 朋友就勸他戒酒 這已經的已打錯咯 好 朋友勸他戒酒 他說我本來想要戒酒 可是因為我兒子出去還沒回來 由於想念他只有用酒來消愁 如果孩子回來 我就一定能戒酒 朋友說你必須發誓我們才信 如果不發誓我們就不信 酒信就說孩子回來 如果我還不戒酒 我就被大酒缸壓死 喝酒的人還被酒缸壓 被小酒被噎死 跌到酒池淹死 倒在酒海裡淨死 要罰我作為酒渠村的人民 要是死也做個酒招山的鬼 我只要到酒泉下面 即使永遠把我關在裡面 我也甘心 這是酒鬼的酒事 朋友就問酒先生說 那你的孩子去哪裡呢 酒先生說去杏花村給我買酒 我覺得這也蠻好笑 但這需要一些裝飾 不然像我這樣講就非常不好笑 第六則下叫包公 包公 這個也是彭夢龍裡面出現過的 夜遊神出來尋 尋到一個人家 尋到一個人家的時候 剛好是三經時刻 晚上 可是那屋裡還燈火通明 他就從窗戶網裡面一看 不知道在幹什麼 當然所有的讀者都知道在幹什麼 於是就把土地公叫來問 土地公說大概在做人吧 夜遊神說那幾天做一個 土地公說大概三百天做一個 算十個月 然後夜遊神說既然三百天做一個 還那麼通宵加班呢 土地公說大概是包公的緣故吧 就是責任制 所以這個校服中收入過 這是第六則 第七則叫驕傲人 所以有一個很驕傲的人 擁有一千元的財產 於是他就對一個窮人說 我很有錢啊 你應該巴結我才對 窮人說你有你的錢 關我什麼事 請到翻開到下一頁 你有錢關我什麼事 我為什麼要巴結你 富人說如果我把我的錢分一半給你 就應該巴結我了 窮人說你總共不會有一千兩銀子 你自己留五百另外五百分給我 如此我的錢跟你一樣多了 我為什麼還要巴結你 這窮人真的很有志氣 富人說交我全部給你 你還巴結我 不巴結我 窮人就說你一千元的財產全給我 我賺了一千元 那我就比你富有 應該是你巴結我 我更不用巴結你 這窮人反正到最後 只有嘴巴上勝利 就完全沒有拿到錢 他應該是說 那你就給我一千元啊 就解決了嘛 第八則爭上下 所以有一對夫妻鬥嘴啊 妻很會強辯 首先丈夫罵她說 我是天你是地 所以你應該服從我 這是講夫妻在從事性行為 妻說人家都說 先說陰再說陽 可見陰是陽的上面 所以我不能服從你 丈夫又說 你這強制多力 我認為我問你 乾坤哪一個在上 其說內外哪個在上 夫說男女哪個在上 其說雌雄哪個在上 反正中文裡面 你盡量找對你有幫忙的 這都是中文裡面有的字嘛 然後夫妻哪個在上 貧母哪個在上 老爺奶奶哪個在上 老婆漢子哪個在上 然後最後丈夫說 你輸了不要再說了 因為老婆漢子 這已經 這漢子是偷人的意思 不是她的丈夫 所以丈夫就說 你輸了 你不要再說了 就說 輸到最後 終於穿了幫忙這樣 第十一則笑話 應該是 不穿鞋還是怎麼樣 所以有一個人到別人家去 結果穿錯了一隻鞋回來 現在有社運團體在徵求鞋子嘛 各位知道 穿錯一隻鞋回來 可是她並沒有想到自己是穿錯了鞋 因此半路上一邊走一邊納悶 今天我的腳怎麼一長一短 不過也許是路不平吧 回到家不久才知道原來並非如此 因為她穿錯了鞋 於是叫小孩去換鞋 沒多久小孩回來說鞋不能換 因為那邊的鞋也是一大一小 所以這小孩真的是 基因讓你笨到死 就是我這邊寫的 第十三則笑話 騙鞋子 就是小豬 不是羅志祥的意思 有一個住在山裡頭的老頭 到村裡去買一隻小豬 那時有三個無賴漢 看到他的小豬 就商量要把他的豬騙來 於是趕緊呢 先去等候他回來 這等候的後方寫錯了 一個人站在距離半裏的路的地方等他 老頭不知道有人要騙他的豬仔 仍舊背著小豬 氣喘吁吁的在走 這時候第一個騙子就問他說 你背著一隻狗幹什麼 老頭說這不是狗 這是一隻小豬 走到第二片子站的地方 第二個騙子就問老頭說 你背一隻狗幹嗎 老頭心裡就在想 我是不是看錯了呢 是不是都答錯了 因為我近來看到眼花花的 說不定真的把狗看成豬 老頭一邊想一邊走 走到第三個騙子站的地方 騙子問他 你背上背一隻狗幹什麼 騙子說完這句話 更特別裝了狗叫了幾聲 這時候老頭就恍然大 我說哎呀 我果然是看錯了 說完就把那小豬放掉 然後很懊惱的趕緊走回家 於是三個騙子就把小豬抓回來了 他們高興的不得了 其實這是 這是站在誰的方向講笑話 這是笑話嗎 這是笑話嗎 根本就是詐騙 所以把詐騙當成是笑話 我覺得這也是非常不道德 好這是第十三則笑話 第十四則笑話 所以一個和尚啊 這個沒有那個的嗎 這個很簡單的 所以和尚很多徒弟 剛好碰到正月十五要誦經 每年正月十五呢 然後很多信徒都會來拜佛 我這裡不是照著念的 我已經有點翻譯了 可是呢 徒弟看到人家婦人 就這些小和尚 看到婦人就會動心 所以老和尚就跟他們說 出家人應該守五戒 大家看著婦人都不可以動心 那今天呢 給大家一個鼓 大家抱在這個 就放在腿上 你在禪房做好 若是動心呢 鼓就會咚咚這樣子響 那鼓假如咚咚響 就要打四十大板 知不知道 講完以後呢 老和尚跟徒弟都這麼做 這也是講過的 在那個行校府裡面還哪有講過 沒講那麼細 後來呢 沒講到呢 很多婦人來 然後婦人又擦了香香的水啊 或什麼的 所以每個都去偷看 偷看呢 然後鼓就會咚咚這樣想 然後呢 這邊咚咚那邊咚咚 後來老和尚呢 只有老和尚呢 只有老和尚一個人沒有咚咚響 徒弟呢 就感到修行很好 等到後來 看到老和尚的那個 那個才發現 老和尚的鼓面沒有斬洞 因為他的鼓已經破了 就不用咚咚響了 老和尚 鼓是根本是破的 這是幾則笑話 都是幾乎都是從校府裡面出來的 然後這個老和尚東東想這個笑話 是大概我這輩子第一個聽過的 這個黃色笑話 我好像在中學的時候 有人告訴我這個笑話 接下來是吳英濤收到的兩則 有台灣特色的地方笑話 因為其他的前面的笑話 基本上 是不是發生在台灣好像都不重要 那沒有這個明確的地域的問題 好 這個第一個叫鹽水治堂 從前有個外鄉人到台灣 蹭車經過了台南火車站 這你可以看到這故事講解 還有一個這個背景 然後看到有寫地名的木牌 竟然橫寫的地名道讀為南台 台南讀成南台 說哎呀 福州啊有個南台這個地方 想不到到義鄉來 也發現有個南台這個地方 好 不一會兒又看到 車外一支高高的煙囪寫著 鹽水治堂 四個大字 原來呢是著名的鹽水港 現在鹽水是放風泡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治堂場的公民稱 外鄉客呢卻暗字解釋 暗字的暗打錯了 誤以為是從鹽水可以治堂 就說哎呀真了不起 鹽水可以治堂 難怪人家說台灣前煙角木 這地方實在是太好太好 台灣前煙角木這句話 是在1990年代 台灣的那個泡沫經濟開始的時候 很多人在報上都會這樣子講 報紙也會這樣講 沒想到台灣前煙角木這句話 那麼久了 那那個鹽水這個問題也是 鹽水治堂現在大概沒有了 以前有糖廠這樣 所以鹽水治堂 他以為鹽水可以治出糖來 除非加了什麼香料 現在大家都知道 第二個叫十五生肖 165頁 以前有一個相命先生 想來台灣做生意賺錢 所以搭船到台灣的港口 一上路呢就在鄉下 聽到小孩騎在牛背上 鼠牛 蠔 炮 龍舌 馬 羊 爬 瞎 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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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ウ 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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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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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鼻害 Quel 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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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gamof 吱頭胭略有個那麼猪 下面那一算 有十五生肖 已 Hend victim 1500insky 后来就不敢在这里做生意 就回家了 所以连台湾的这个牧童都不得了 这是民国初年左右 台湾的笑话有记载的 所以这个 至于为什么有猫跟鹅跟鸭 十二生肖都是这个 它并没有解释 因为可能就是那个牧童搞错了 接下来的是今年新增加的部分 叫做民国初年的笑话 我一直找不到这个方面的资料 一直到前一阵子买到一本书 这本书呢叫做 侯宝林珍藏珍本民国笑话选 侯宝林是中国相声的瑰宝 后来留在中国大陆了 所以一直到中国大陆过世 我1980年代在美国念书 80年代呢 中国大陆派出了很多 民国时期的名人到美国去 宣位侨胞 希望建立这个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的新形象 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到纽约来 到纽约来的人 大概都会到我们哥伦比亚大学来 那哥伦比亚大学有东亚文化研究所 大部分都会在东亚文化研究所 礼拜四的中午 来做演讲或者怎么样 所以呢我在念书的时候 常常在东亚文化研究所听演讲 台湾大学是少数演讲活动很少的地方 美国的大学 我们在哥伦念书的时候 天哪每天的演讲多如牛毛 地方不大 但是演讲非常多 都是全世界有名的学者来演讲 你听过的人 你在书上念过的人 几乎都到哥伦来过演讲 所以你就会去看 去听 那我那天去听演讲的时候 刚好坐电梯要上酒楼 那个演讲的听叫918 那种楼的918 结果我刚好就碰到侯宝林 先生跟一群人 那电梯非常大 所以我就跟侯宝林坐了同一台电梯 上了酒楼 我就全身悸动不已 这个我后来也买票 就听他的声声 买票听声声 真的没那么好听 我全场几乎没笑过 不是我忍着不笑 实在那笑话已经离我非常遥远 我还记得好几个条段 我都笑不出来 那有人很勉强的笑 完全听得出来 所以我那时候很压抑说 我期待了一辈子可以见到的人 意外的见到 结果期待落空 不是他讲的不好 真的不是他讲的不好 我觉得时代差太远了 就像我的课 不是我教的不好 不是我教的不好 实在是你们来得太早 你们要晚一点 可能就会觉得我这个笑话很好笑 Anyway 这个侯心呢 编的人是他的儿子 那侯宝林呢 当然很不幸的经过 中国大陆的文革期间 很多东西都烧掉了 很多收藏的旧的东西 全部都要烧掉 那是叫破四旧第四新 所以侯宝林收藏了很多民国的笑话书 当时也有一些北京大学的学者 也研究生去跟他学 所以抄了一份他有的目录 后来侯心就是跟他的儿子 就根据这个当时研究生的目录 重新去北京上海地方的图书馆 找到了这些书 再把这个侯宝林珍藏的书 把它凑齐了 重新编了一个 就是侯宝林旧珍藏民国笑话学 这本书非常特别 有地方甚至还把原来的漫画给保留 所以各位如果可以看到 可以看一下 好 那这个侯心在他的序里面 在166月这里有说 他说有些笑话呢分成三大类 有些是源于明清笑话 或修改或剪接的 或眼阔或照抄而成的 主要是监督揭露官场的腐败 抨击假道学 欺世 讽刺科举 制度误人 鞭挞 为父不仁 这种主题呢几乎没有改变过 从希腊也是这样 中国人也是这样 第二 是反映当时民俗民风 及世人心态 第三 他说近现代 笑话中最具特色 最值得研究的部分 因为他们特有的反殖民地文化色彩 所以任何人要写什么 后殖民的什么理论 也许可以从笑话入手 好 我就特别选了 因为那本书还蛮厚的 有些笑话我完全不能笑 但是呢 我就想把几个特点 尤其民国时期的一些政局 或社会上的特点 把它拿出来 看看能怎么 他们怎么编成笑话 第一个叫做绝魂 绝世历来的官绝 魂是魂名 我给他一个开玩笑的名字 现代说法叫酷手 各位念点书都知道 中国的绝位有五等 就是公侯博子男 公在五等以上就封王 想当初宠室功勋 何等尊贵 这是讲封建时期 就是讲帝制时期 当而今却有闲散之人 同音不同自知语 曹之曰 何为公 丫头老婆应上公 意思说这些人 对于自己的下人 对自己的太太 都是用强力 特别在性行为方面 何为猴 一毛不拔 白吃猴 这家伙是到处去骗吃骗喝的 一毛钱不花 何为伯 胡吹乱棒 灌说白 这个脖有时候也念白 所以都是乱吹牛的 这些脖 然后子寡人贤耻 无赖子 难呢 少吃无穿 实在难 何为王 穷凶恶极 等贤王 所以这都奉刺那些居高官的 民国成立以后 那有些人就翻身了 有些是清朝的官 就转成民国的官 那有些人呢 只是乡里恶哨 那像军人也是一样 我们现在知道的军阀 就是那时候的一个现象 现在当然没有了 还好没有了 167页呢 有他讽刺时事 说近经时事颠倒 竟有权非而以为适者 扩转术语朝之 就写了几句话来嘲讽 金官穷得如此之阔 穷跟阔 理论上是不应该摆在一起的 这是一个英文叫oxymoron 外观贪得如此之连 他贪你还说他连 鸦片 等民国初年鸦片 还是个问题啊 你别以为鸦片战争以后 就没问题了 鸦片战争以后呢 民国成立抽大烟的人 还是大有人在 一直到49年以后 这才断得比较彻底 不然以前有钱的公子哥 少爷们 还有那些小老婆 都在抽烟 躺在那烟榻上 有很多图片 所以当时民国的知识分子 都认为烟害不除 中国不可能振兴 当时认为中国有四大病 好像罗素讲完以后 别人也跟着讲 第一个是穷 普遍的穷 你可以看到现在 不管海峡两岸 这个问题解决了很多 第二个笨 没有知识 鱼 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很多 那现在不是知识的问题 文盲已经减少很多 相对于一百年前 中国人身体都弱 东亚病夫 日本人叫中国人东亚病夫 中国人不爽 可是也没改善太多 现在奥林匹克可以称王 这就觉得改善了 另外就拍电影 拍 金武门 金武门 就把那牌子踢掉 大家觉得不得了 可是中国体质都弱 现在德制体群 美五欲并重 体育大家有重视吗 中国人自私自利 从与若私 若私 所以这个某种程度跟这个没有太大关系 这讲官员 私住住银钱 那时候虽然有统一的货币 但是很多还是自己地方还是私自银钱 进得如此之广 虽然进 但是大处还在用 武官败得如此之胜 民女打败仗 说打正仗 大力私得如此之功 这都是讽刺民国初年的现象 第二讲临时太太 这也是讽刺这些男人当官以后 怎么样凌略女子 光复以后 这光复不是台湾光复 这光复是指辛亥革命 一般号称委员支持者 无不大和拼头 拼头现在还是有人用 竟然有一个汽车叫拼头 所以这个在中国就不太好卖 因为你买什么车 拼头 你在想什么 在汽车场有时候 出一个车子的时候 要好记 但是又不要触犯 任何文化的忌讳 无不大和拼头 金屋长交 背脊奢侈 岁有临时太太的雅浩 后来叫二奶了 二奶我1993年在香港 过两个月 中文大学 那时候听说包二奶 刚开始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现在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叫临时呢 现在的政府叫做临时总统 孙中山 叫临时总统 对不对 金内外部长都督省长一号临时 难道太太不能叫临时吗 那也是小老婆的意思 第二个叫公仆或母仆 我们现在呢 都还叫做做官 做官就很大 时总山呢 是第一个把civil servant 翻成公仆的人 说是公务员 我们现在一般翻 civil servant翻成公务员 时总山说公仆 因为这个仆呢 是古代服务人的意思 那民国刚开始 觉得开玩笑 我做官做那么大 还服务你 有没有搞错你 某道隐 道隐是前卿的官名 就是像县长之类的官了 寻其复约 问他太太说 问他先生说 现在做官的名叫公仆 如何讲解 这什么意思啊 叫公仆啊 道隐遇之约 说现在是民国 百姓是主人翁 由元首以至于知事 那时候还有知事 现在只有日本 东京都知事 知事是东京都的都长 就是像市长一样的位置 负责人 由元首以至知事 都是替百姓办事的 所以呢叫做公仆 其妻不悦 这官太太不爽 说做官就做官 为什么自居仆人地位 如此出来你叫公仆 那我不就是母仆吗 把那个公变成母 另外一个168页的笑话 我从小就听过 我从小就听过 那这我父亲跟我讲 后来发现 很多人都听过这种故事 韩富渠 这个渠呢 有人念成渠 那有不同的学法 有的就写成渠 上面是三连水 一个巨 下面是个木 但是抗财中 第一个看见敌人 就后退的人 这是一个军阀 这个算是军阀骗 拿他 跟张大帅 都是这样的人 老初 结果被最高同在 枪决的高级将领 韩是航武出身 就是大兵了 认识比较几个字 性格初帅直快 但喜欢学新的东西 表示自己并不落伍 所以在山东省政府 主席的时候闹了许多笑话 山东那么有文化 结果给韩富渠一搞 就丢脸丢大 有一天韩富渠亲自审议大道 恰巧一个人叫听差的 送一封信给韩 门房命那个听差的 立在厅旁 韩富渠以为他也是强盗 忙叫他拖出去枪决 不知道他是个宋信来的 那个听差大呼 我是宋信的 韩怒说 宋信的一定是帮手 也该杀 最后就被枪决了 你看多无辜啊 又一次韩富渠到某大学去演讲 他心想对大学演讲 总得讲出几个新名词 于是说各位学生 你们是笔杆里钻出来的 我是枪杆里钻出来的 通你们讲话就好像对牛弹琴 恐怕赢不起你们的信誉 所以这也是大老出演讲 这个现在我们不会觉得那么好笑 当时是好笑到毙 另外相关的笑话 就是他第一次看篮球赛 我听到的是他第一次看篮球赛 他就看那么多人抢一个球 他觉得很不爽 就觉得说来人啊 每一个人发一个球下去这样 让大家都非常的无言这样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好张中昌也是另外一个 跟有一年跟马二先生打仗 我不知道这马二先生是谁 张的兵败了 路过华北南皮等线到处抢掠 民国初年的老百姓很苦的 到处打仗啊 打得你那样迷迷糊糊糊 你不知道是哪一边的军队 反正来了就抢你家 有东西吃就抢你家 没东西吃也抢 当时派兵进入某村怒打一寡妇 枪决了一个 抢了一个不亦乐乎 这寡妇当时也急了眼 找到丘八爷 丘八就是兵的两个字 拆开上下就变丘八 那时候不好讲兵就讲丘八 所以大告其壮 所以你的兵把我们家东西都抢去了 营长一听客气闻到 抢干净了吗 一件东西都没剩呢 寡妇说倒没有还剩两件 那营长要说那你就 照你这说这不是我们家的兵 我们家的兵照明天抢都一件不留 你看这讽刺到家了吧 好 另外叫猫笑鼠辈 大总统就是袁世凯 以猫捕鼠有功 欲见人一关 这当然是隐晦别的事情 以愁其劳 猫历词不云 总统一知 问是何意 你有功了 我给赏你一个 你不愿意猫就说 我今上德为猫 哎呀 我现在做一只猫还快活 唐一经做官 则连猫都做不得了 总统不准 一定要猫到任 猫说我是不能改节的 若到任要握兵军权和民权 非得改节不可 去了就得改变我的样子 不然同僚皆不安 故我不敢寿命也 猫还是说我不行 这样你去了叫我改 总统说为什么一定要改呢 猫说了 老鼠向来怕猫 如今各行省的长官 都是一般鼠辈 倘我一朝出山 那般同胞叫他怎么能安呢 你去了 你是猫别人是鼠 那些鼠辈怎么办 当然你当长官呢 希望地方平安 到处都清官 可是到处都不是清官的时候 你去了给自己惹麻烦 169页 讲鸦片 鸦片又称阿芙荣 不知道是不是上海话 还是哪话 好 司徒 徒也是讲鸦片 是毒品 某甲 树有烟辟 这个烟不是抽烟 是抽鸦片 这个民国时期 这烟都不是烟 都不是烟 都是鸦片 浸烟时满 即始至戒绝 后见司徒销寿如故 遂亦复夕 遂复夕 就说我又吸的鸦片 由有见之曰 君以戒决以河谷从头黑几种 你干嘛呢 在做这个犯法的事 假恨曰 很可惜的说 我以决意戒 聚不料 官场浸烟不利 司徒仍受入我家 不能怪我父亲 没想到我们家还买得到 这能怪我吗 好 另外讲烟鬼 讲鸦片 烟尽森严 而吸之者视若偏毛 故燕子朝 比比皆是 就是上游政策 下游对策 到处都有 吸鸦片的鸦片馆 叫燕子朝 为什么叫燕子朝 我也不知道 由某烟管 伙计失业以来 乃丝色灯 施于法租界谋理 法租界 因为中国法律管不到 所以杂乱得很 那通常都是黑道在直播 以前法租界 我昨天看了 大上海这个电影 这个大陆派的 或者是合资的 周润发也 黄晓明也 还有洪金宝也 大概就是讲 法租界的事情 那好 住在法租 有一天呢 有刘某 到他的那个地方去 两人一踏横沉 吞云土 这个踏应该打错 踏是那个 卧踏的踏 怎么写 我现在一时也想不出来 反正就在 那个 这个抽鸦片 躺在那床上 刘某就说了 我为扶龙君所困 废时失业 时非正经人物 然此中有武德在焰 他说 可是呢 抽烟有武德 这跟庄子道直 说他做强盗 道义有道 仁义理智信 他也都有 一样的逻辑 火就问了 朋友就说 什么叫武德 刘某说 就仁义理智信 火就起说 怨文起说 哇 抽鸦片烟也有人 仁义理智信 是有啊 凡人吸烟之银 由银者 则一味慈善 从无吉言利四 抽鸦片烟 人不会 蹬着脸骂人的 功夫即盗 炉火春青 岂非人乎 你看 这就是他的人 吸烟者 吸烟不吸钱 虽银有一两 游必以多报少 所以不过五六千而已 岂非易乎 一两千的东西 他是报五六千 这其实是撒谎 可是他觉得 这是人意的意 有客来谈 开灯对话 第一桶上斗之时 必先进客 岂非礼乎 你抽大麻的 抽鸦片烟的人 第一桶是给对方抽的 这就是礼 吸烟之人 专用心计 易灯莫对 而种种轨迹 皆因之而生 岂非智 那抽鸦的人 要用心计 去断拿来抽 这都是智啊 今日吸两次 明日一时两次 迟早有定 风雨不移 岂非信乎 这是信 抽多少是一定 火啸曰 而我还以信为主 明日此时早些来 刘曰 那是自然 这是讽刺 这些吸烟的人 找了一堆大道理 第二个 这个不是牙片 这个是学生运动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当官的时候 也许可以用上 霍约 比被拘学生代表 何时使能释放 学生运动呢 被抓的学生 什么时候释放他呢 答说必带亡国之后啊 当时很多人认为 中国不亡 事无天理啊 这个民族落后到这种地步 国民古国都是后来说的 当时人觉得 这个国家必定会亡 问何有之之 你怎么知道 他说慈悲熙爱国重犯 其爱国热度 终不能以压迫 十字宵禁 释放有笔姿势 说他们爱国啊 你放了他 他到时候 还是会来闹啊 那怎么办 等亡国以后 使他爱无可爱 看他如何知识 亡了国 他还干什么 他没办法干 复兴中华民国 没中华民国了 亡国了 这是当时书 当时这本书叫 一见大笑 那后面引的是 侯心人的日子 另外一个题目是 嫖客跟娼妓 这个第一个 纸糊的裤子 这个简单讲 就是他嫖妓嫖到 后来都没钱了 后来就住在仓馆里 打个闸 后来他那个 连裤子都没了 就给他一条纸裤子 纸裤子没想到 那天就纸裤子到外头去 他就纸裤子就飞了 就没想到那个 娼妓跟另外一个嫖客 在做爱 然后他就说 哎呀我乐得上了天了 他就说 你上了天 有没有看到我那条纸裤的裤子 就这么简单的 南道女昌 也是 所以知县 这里面有一些民国初年的故事 觉得淫词太多 就是太多没有用的庙 中国人迷信的一塌糊涂 所以就当初呢 在民国初年的时候 就清朝末年听说就有了 就把庙宇呢 改成学校 所以你看像很多什么 蓝惹士啊 你看像那种 庙都没有人拜了 才会出现聂巧欠这样的故事 所以一个知县呢 惠正甚多 一个人在当知县 常与男女过时失配 最被人倒 哎呀这个知县 现在当台湾的官 那还得了 他当内政部长 那绝对会注重这种 男女过了三十 还不结婚这种事 他呢就最被人倒 所以呢 乐定官寡结婚 官是死老婆的 寡是死丈夫的 生泥交配 做和尚的 跟做泥姑的 就去交配 偶一老道无妻 碰到一个老道 没有妻子 道士 因其有法 与生不同 道士留头发 和尚不留头发 但都不能结婚 乃以境内娼妓配之 宋生交作 怨况毫无 大家都称宋 好啊 你真是德政啊 让大家都结婚了 及其去任 都来挂贬称感 等他要卸任支县 就送他一个贬 古代人都这样 现在到乡下去看 很多人家里都还有贬 通常都是立法委员写的 总统写的 什么之类 县长写的 那个乡下的 有些有头有脸的 家里都有贬 那在都市里 几乎没有人有贬 除了里长以外 有贬的地方 大概就是庙里面 哪一天也说 孙老师 你退休了 送你一个贬 我觉得你还贬我一顿 还快一点 好 所以观寡呢 就送了一个贬 叫做会此观寡 这是很正常的四个字 僧尼呢 就写 择吉僧尼 道人跟他的妻子 后来才来 所以想不出 还可以送什么 就写了 男 道 女 仓 这个道通常是 道贼的道 这是骂人的话 可是他是道士 所以呢 就写的 男是道士 女的是仓妓 这是利用 同意志造成的效果 七百七十一页是和尚 奇缘上人 这没这个人 但是奇缘是佛陀讲经的地方 是一个地方 讲经的某一个地方 日本也有奇缘 好像在京都有奇缘 有一句 不知道哪一本很有名的 日本的一本小说的开头 就是奇缘的钟声响起 让人感叹 是人事的无常 类似这样的话 好 所以奇缘上人 遭有小集 就是一个和尚 遭人家一起在那边聚会 或问座中 何人最聚内 谁最怕老婆 在比怕老婆的 历史上最怕老婆 大家都知道 就是苏东坡的朋友 叫陈继常 后来香港还拍了电影 叫做《河东诗吼》 是不是 后来又拍了 《河东诗又吼》 是不是 拍第二集 演得非常的有趣 众未及达 奇缘即约 为老僧最聚内 他说我最怕 我说我靠 和尚还聚内 你是干嘛呢 你要娶老婆 众亚之 答曰 唯聚内 故不敢娶儿 结果他答案 当然是出乎一调 说因为我怕呀 说我连娶都不敢娶 哪像你们呢 你们都不怕呀 娶了才怕 那哪不如 还不如我这不娶都怕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 没有污蔑到和尚 反而展现出 这个和尚的机制 好那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哪个和尚说 我就不知道 日本的和尚可以结婚 也可以有小孩 所以这是不一样 西藏的和尚可以吃肉 所以说佛教说要吃素 其实佛教并没有 佛陀并没有要求你吃素 并没有 也没有要求你不结婚 好像没有 这我就不确定 好了不确定的事情就别说 医生 医生心里的话 医生呢督促扬车夫约 快跑快跑快快跑 车夫问先生 听说你的病人并不是严重啊 医生说少废话快快跑 不然病人自然痊愈了就麻烦了 这我刚刚讲的那个 有些病好像是不需要去看医生 你去看医生 医生也不知道怎么办 有时候呢他就讲讲 哎呀你就是最近太紧张了 这不是屁话吗 我一听到医生讲 你最近太紧张了 或者说哎呀你就是体质不好 我年轻的时候我记得 西医说体质是中医的概念 现在我去看西医 常常有些医生也说 这就是体质的问题 为什么有人小孩会过敏呢 就体质的问题 我觉得 不是我年轻的时候说 这是中医乱乱糊弄人的话 怎么现在西医也拿来糊弄人 现在真是中西医合并 所以到底哪些要看病 哪些不看病 我的一个朋友说的很简单 大病才看 小病不必看 我那小病不必看 会不会搞成大病吗 他就不跟我讲下去了 就我这人无理取闹 我就常常有很大的困扰 同学我跟你讲 真的是 有时候真的也去了 医生告诉你 都是多运动 多运动 少吃 不要吃太饱 三分饱就好 医生都讲这种保健的话 听起来完全不像医生 接下来新文化的问题 那这个叫学指挥 妈妈就说了 你说让我们儿子学音乐 是学钢琴呢 还是学小提琴 爸爸说 我看还是让他学指挥好了 这样我们只给他买根棍就行了 有的指挥家还不用棍 那还更省钱 所以各位同学 小时候学过钢琴 你知道你爸妈是爱你的 如果你小时候学过指挥 你知道你爸妈是省钱的人 第二个叫达成所愿 一个年将百岁的老翁到照片馆拍照 出门后女照样师对他说 先生我希望你在百岁高龄的时候 还能再替你拍一组照片 怎么不能呢 老翁看着他说 我看你很年轻嘛 你大概可以活到一百岁 他不知道这是讲老先生 不过这老先生这样也比较可爱了 我慢慢接近这种要变成可爱老先生的地步 只要讲话幽默一点 你要是什么忘了一点什么 人家觉得可爱老头就好 不要变成那种臭老头脏老头 一过去人家就闻到你的脏味 臭味 头都不洗 那就很难看 所以当老头还是得当个干净的老头 不过大部分老先生到后来自己照顾 自己身体能力都很差 所以有一天要变成臭老头 大概也不是太远了 只希望不要被大家碰到 不然说 哎呦您不是孙老师吗 您现在怎么沦落至此 我只好说你认错人了 我不姓孙 而且我也不叫老师 你就知道那就是我 好 错当孝依 这个依是那个帘子还是什么 说有朋友从乡间来 与岛之王某戏院观影戏 那个乡下人没看过这个电影 辅购票入门 急拽余依欲出 出去吧 问其顾 说你不见台上之孝依 你现在看到那电影院 不都那个 有些电影的那个布幕是 那叫什么 笔子做的还是什么之类的 上面还有写字 以前乡下电影院都会写几个字 这样 那外人看了可能以为是 那个人家做孝 丧事 写什么 先煮谁谁谁 先考谁谁谁之墓这样 他说是新上家于设校 于等做此何为 玉校复文上所谓 亲世含念者乎 于文大句 就是新文化他不太懂 那戏院是那个样子 那他联想到是戏院跟他们那个乡下做校 做丧事的那个摆设是一样 第二叫怕落伍 说画家画的女人为什么裸体的多 这个我觉得蛮酷的 他说因为穿了衣服就不方便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过几个月就退流行了 所以画裸体还好一点 这我觉得非常酷 看戏的手续 一个人生平第一次到大戏院去看戏 事前他的朋友已经仔细指导他 戏院在哪里 哪里买票 怎么买票 他都做到了 可是买票后呢 没告诉他该怎么做 什么地方进去看戏呢 他问售票员 售票员说从那个门进去 你把手中的票交给他 售票员指着戏中 戏门口的售票员对他说 他照做了 一分钟后又走到售票的窗户 我说我需要再买一张票 又卖给他了 不久他买了一张 再隔不久 他第四次来买票 这样重复完了四次 这一次那个售票员 他忍不住问他说 先生啊 你为什么一个人买 看戏要买四张票呢 他说我也很惊讶呀 为什么每次走进去给他的时候 他就把一眼包的票给撕了呢 把我票撕了 我当然再来买票了 我觉得这个蛮好笑 我自己在打的时候 我就笑出来了 扑哧 就笑出来了 173页 实话实说 说太太来电报了 电报 那也是新闻名的东西 太太问到 什么地方来的 女卑答道 我看是送电报人送来的 我想是从电信局来的吧 这就是什么地方来的 火车站 乡人达火车 为车站库斯阴间 我打的时候 我笑得快不行 为什么车站库斯阴间呢 我们现在想要车站 想要哈利波特不是吗 说那汉桥类天堂 那个火车站有那个月台 跟月台之间连接的那个桥 隧道 月台之间有时候有隧道 像地狱 铁栅栏 像王死城 茶点是那孟婆亭 水亭类油锅 绝妙辟语 我从来没想过 现在台湾有一些旧的 那个火车站 到乡下一点的火车站 小站 还是有类似的东西 第二个是不懂中国话 有一个乡下人来到上海租界 看到洋服店门口摆着一个穿西装的蜡人 那个是蜡人吗 还是那种 英文叫mannequin 当他是真的 以为是他是真的 过来跟他搭讪 不回答 他仔细调说 哎呦 原来是个外国人 听不懂中国话 他不知道他是一个蜡人 好 女子三大自由 这是当时讽刺这个女权的 说女子天竹之风即盛 以前中国大概一千年左右 从南唐左右据说 绑小脚 尤其上等人家的女孩 要裹小脚 将来才有市场价值 一直到民国初年 到了清朝晚年还有 那小脚小脚鞋 有一阵子呢 有人就在收集这种 中国的民俗品 就是小脚鞋 那这个 其他的那个 晚清的时候 像康有为等人 就提倡放天竹会 就是把脚要放 自然脚不要那个 但自然脚呢 就很难找到太太 很难找到婆家 所以这几个人就相约 如果怎么样 就要娶这个放天竹的女孩 所以他们组了一个放天竹会 所以女子天竹之风即盛 而女学生中装饰由上朴素 即耳环亦都不遇 不带那么多耳环 即最神圣之抹胸 大兜抛弃 抹胸好像就是肚兜的意思 好 那疯腰鼓辱 疯腰就是小蛮腰了 鼓辱就是胸部很大 自诩文明 认为这叫文明 反对者朝之曰 抛弃抹胸 则胸襟坦率 不加束缚 这叫思想自由 这随便乱掰的 不遇而还 不带而还 则议论纵横 并无牵挂 视为言论自由 向着金莲 金莲是三寸小脚 金莲贴地 体态轻盈 世袖踏外 非极版图 故 这个字不叫什么字 这个字是竹跟龟合在一起 我找不着 所以就把它这样 什么步 步月 今天 天竹风行 谁处任意行动 是为出版自由 离开那个版 故广东多自由女 一个康有为 梁启超 都是广东人 孙中山也是 说中国近代革命 其实是南方人搞的鬼 尤其是边缘人 就广东人 孙中山最大方的地方 就是革命成功 并没有要求广东话 变成国语 不然的话 今天我们都讲广东话 这书是在伟大的地方 好 另外叫管子 管子是一个古书的名字 号称管仲所作 其实不是 某省女师范开学之日 某教员 您用老子当课本 依女学生素余呆 你看这讲笑话 就把人家说她很余 很呆 其实前约 我们都不配读这书 我们将来都做娘的 不是做爷的 中国大陆叫 娘们跟爷们 用不着老子 不如换一部管子 将来生得一男伴女 可以比照书上所说的 管教管教 倒还有一些 叫管子 我以前跟一个老师 念古书 我们老师就是教孙子 说女孩子出嫁 就送一个女学生出嫁 每一个女学生 送一本孙子 这样子将来就更好管丈夫 所以各位女同学 如果你要嫁人 邀请我的话 我搞不好也送你一本孙子 不过人家会以为 那是我写的 那就干大 最后一个 买眼镜 眼镜也是 那天有人问我 眼镜到什么时代 传入中国的 你真问一个好问题 我还真不知道 我想 清朝末年一定有 但多早以前就不知道 这跟外国传教师进来 可能有点关系 好 乡人某 目不示钉 凡星期日 必赴教堂听讲 见牧师登堂读经时 必先拿出眼镜 架笔上 莫置之 原来要读书 要架个镜 一日谋 因事进城 这个事应该打错了 有事进城 道经一殿 见窗间 陈设眼镜无数 大喜过望 入购得依据 时事横台上 有报纸在 取而视之 两久方云 此镜不合 戴了眼镜 看报纸 所以这镜子不合 然后电火一支 就给他换一个 亦如是者数次 电火怒问约 而究竟是之 你到底是不是字 怎么不合 某亚约 我如是字 何必再买眼镜呢 他以为 戴了眼镜就会是字 像那个牧师一样 这都是新的文明 进入到中国以后 这些比较 没见过世面的人 所发生的一些笑话 下礼拜我们大概 稍微讲一下 林宇棠 跟那个钱宗书的东西 因为林宇棠是中国近代 幽默大师之一了 这幽默大师常常有 不同的名称这样 不同的人 那我们要稍微说一下 幽默的字跟他有关系 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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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